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我們進入歡喜區大家慢慢可以感受到 事實上這一地呈現出來事實上是一種歡喜 歡喜 對的這種情形 然後為什麼歡喜 如何歡喜 歡喜像有怎麼樣的情況 事實上在那個實地品這一品 事實上經文裡面有蠻多的一個介紹 會等於說為什麼這一地特別偏偏叫歡喜 我們慢慢去讀誦經文的時候 也可以做到經文的一個心染心 他會覺得真的很歡喜 那能夠由此的話進一步去了解他的 那種為什麼會這麼喜的情況 比如說捨離一些世間的染肘 你會難道不歡喜嗎 沒有世界的煩惱受困的情況下 鐵定也很歡喜的嘛 對不對 最地的特色就是這樣 因為已經我們平常演的都是世間的六成 然後我們會產生執著 可是這一地的話 他因為有了佛法的正知正見 他不會用我們原來慣性的那種思維模式 做事方式去做 所以就遠離了這些煩惱 那當然沒有煩惱的束縛的話 鐵定內心鐵定是歡喜的對不對 身心的會感受到一種歡喜的一個氣氛 就是這一地的一個特色 為什麼他歡喜 因為面對事情的話 他不再用我們原來的那種世間人 三界眾生的那種思維方式 做事的方式了 對 等於說以佛法的一種正知正見 或是說我們說以秉持佛法的這種智慧 來面對我們的人生 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事事 事情等等方式 對 那也就是我們講說用智慧 以智慧來過生活 以智慧來經營我們的人生 對 那當然不再有那種不當的知見 那當然就沒有那個煩惱 對 那有智慧的話 那以這個佛法就是相應了 那相應 能夠以法相應的話 上內心自然 自自然然的 他就會喚喜一種喜悅 不是刻意 刻意說我要歡喜怎麼樣 不是的 當你刻意要我要歡喜的話 其實那不是真正的歡喜 對對 那歡喜是要很自然散發出來 那種喜悅的心 對 也就是說他內心本身已經充滿了 是一種佛法的那種內涵在裡頭了 所以他看待事情 面對事情解決問題 他能夠用這樣的一個秉持佛法的 這種觀念上來做事 所以心裡內心沒有負累 當然就沒有那個煩惱 又被苦惱那個的一個束縛的重心 對 面對事情然後該怎麼做 又就怎麼去做 做了以後就把它放下來 所以沒有那種負累 對 不是我們 不像我們本身的話 做 去做 然後又沒辦法做好 然後又投身 投身了很多很多的一個煩惱等等 還是痛苦等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們會去想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 對 是啊等等 那分喜地就告訴我們 其實真的就是這一地的特色就是 感覺就是好像是脫胎換骨 判若兩人了 對 是啊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分界點 對 因為在這個之前的話 就是我們比較用於習慣 用我們世間法的方式去運作事情 對對 那登地之後呢 實際上秉持的是佛法的知見 也就是一種智慧心去面對事情 那當然感覺就不一樣的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透過經文 乃至那個實地經論 還有法杖的探險記 慢慢去細細的去體察 字裡行間的這些文字 語言文字的經文這些 上他都會在 都會散化出世上 他真的為什麼名符其實就叫歡喜 歡喜地的這種情形 對 好 我們來慢慢再好好的了解 對 就是我們已經進入那個 歡喜地的這個文 對對 那整個的一個實地品的一個經文的內容 事實上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知道說長行跟記說明 那長行的內容事實上就是 一登地就叫死住地 對對 然後經文裡面不少的篇幅 就是針對歡喜 歡喜地的這個名稱 在嘉宜做說明 這也是蠻難得見的 就是說因為他比較特別嘛 對 剛好登地就是給我們 就是以世間法跟出世間法來對比 他就進入了出世間法 對 那這個地前呢 就還在世間法的運作上 對 所以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而且一登地的話 他整個散化出來 就我剛剛講的那種歡喜 所以他會針對什麼叫歡喜做一個解釋 這個經文本身就很多篇幅在解釋 那個歡喜的情形 對 那在這一地 住在這一地的情況 對對 然後在這一地哪些特色 只要就是所謂的 經文的話就是四個內容 史住地 然後解釋 翻喜地的名稱 然後住在這一地的情況 然後去較量這一地的一個殊勝的地方 對 透過我們講的說 願啊 行啊 果啊 驗行果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就是這一地真的很特別 真的蠻特別的 對 就是十五經我們很熟悉的 那驗行果 那這一地的果報啊等等這些 他就有一些不少的一個論述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前面一登地的地方 因為配合那個死地經論 去掌握這剛入地本身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很特別的就有四個核 對 四個核 對 就核 核 核 依核生 為核意 以核因有核相 對 這個就是在描述那個一登地的一個情況 他本身 對 就是只要就是這個四個內容 所以我們只要去記四個核 對 那就蘭瓜了四十句 四十一個句子的內容 因為每一個裡面都有十個十句嘛 對對 那這個就是依核生 為什麼登地了 那就是因為核極三間 跟核極三間的這個本身相關的界定會 等他就會很惡要的帶一下 那為核意 對 為什麼能夠這樣 為了什麼 就是求一切佛制嘛 對 那也就有十個 對 那也就這樣 那為 原因呢 以核因 以大悲為所 對 那有十個悲大正 智慧正 大什麼大 對 這個就是 基本上就表現在一個 十地平的話 他本身是一個菩薩道 菩薩地 所以非常強調一切一切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是不離開大悲心的 對 因為有大悲心才有所謂的大菩提果 沒有悲的話就沒有大菩提果了 對 這個部分 所以以大悲為所 悲嘛 悲為所 對 那一登地本身的那一種有何像 就是 因為怎麼像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過凡夫地 就是已經由世間法進入出世間法 這個已經遠遠就超過我們凡夫 凡夫外道等這種情節就是過凡夫地 對 然後進入以活為家 他就祝佛家嘛 對 對 那要承接的就是一個 哨龍火種嘛 就是要讓火花不斷的延伸下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說 這一地的一個像貌 對 我們就比較 上次有跟大家都有提過的 對 就是透過這幾個超過 過就超過 然後來表達 他的那個歡喜地的這個像 就是他遠遠有別於我們凡夫的那個情形 對 就是入味過嘛 就是他已經不是 就是我剛剛講到 他等於所思 所為 所做 種種 他都是秉持著一個法的如實像 也就是我們講的佛法 這樣一個道理來運作的 對 那已經不是用我們世間人 慣有的那種習慣性的方式去做 所以叫過 未過 就是已經超過我們世間人 原來的那個模式的 反覆的那個狀況 對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他是一個入聖位 從這個登地他的一個特色就是 就是說以 我剛剛講到說用佛法 我們用世間法跟初世間來分的話 這個就進入初世間法 對 那整個運作方式就是秉持佛法的之間來運作 所以叫過凡夫地 超過 超過凡夫地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上次應該 也算講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簡單帶一下 此時出入 初成 初世間心嗎 對 初世間 初成嘛 對 初成 那表示說之前呢 不算數 這邊才算數 初嘛 剛剛嘛 對 初成 初世間嘛 對 這種情形 就說所謂的過凡夫地 就是所謂入菩薩位等等這個 我們就簡單的 就是有這幾個超過的意識 對 等等那來做 來行動說 他的一個一種相貌 那個情形 對 就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當然經文的話 就是跟我們剛剛講說過凡夫地嘛 經文講說 菩薩他這樣一個 阿諾多諾三秒三菩提心 一真正發起的時候 就是過凡夫地 對 那這樣過凡夫地 他就透過這樣入菩薩位啦 生活家啦 走進中櫃啦 過一切世間啦 然後住菩薩法啦 等於是入菩薩的行業叫素嘛 再租菩薩素 然後等入三四如來種嘛 畢竟成就阿諾多諾三秒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所謂的過 過凡夫地的這個九個 那第一個我們會講到說 種說的話就叫種嘛 那其他就細說 那個超過的那個內涵 那個部分 所以說 菩薩諸如釋法 明諸翻喜地 那一登入翻喜地的話 所有凡夫法 凡夫啦 二聖法 都不可能動搖到 是一個很堅固的 那一種 那一種信心 身心的 對 它是一個堅固不動的那種身心 對法的一種深信念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已經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主要的內容 所以等於說一登地的話 它就已經跟我們一般 我們所謂的眾生凡夫 它就有一個差別的一個分水嶺 叫過嘛 過凡夫地 所以也就是因為不再像我們原來的 凡夫眾生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它呈現出來就所謂的一種 翻喜 翻喜地 那接著四明分的這個第二部分 就是說你們的資料裡面是18a 就是進入它的一個解釋的部分 四明分的部分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18a本身的最下面的部分了 就是要進入那個 對這一地為什麼要叫翻喜地的一個解釋 所以叫四明分 那主要就有三個部分 來架過整個經文 就所謂的多喜 多喜 呈現出來就是翻喜嘛 多翻喜 然後練當得而生喜 練憲得而生喜 都是都是 反正都是喜嘛對不對 不管是多喜還是練當得 都練憲得上都是一種 呈現那種喜的一個特色 也就是翻喜的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喜上次我們也有提到 這經文這三個喜 事實上它也可以跟我們剛剛講的四個 就在一個死柱地的這個四個合對應 那只有中間第三個 以大悲為所這個不對應 那三個喜 多喜就對這個第一個對不對 那練當得為何意 就對為何意 那練憲得就是有何相對的這部分 剛好是 也就是說 在解釋翻喜地的這個名稱本身 事實上跟前面的這個死柱地的這個內容 四個合裡面的三個合它是對應的 可以做一個對應的關係 那為什麼沒有跟第三個對應 我們知道說 因為它以大悲為所 那以悲為聖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喜比較不容易顯露出來 對 這部分 這也是還滿有意思的 就是說 古大德他們怎麼會讀 讀經會讀了這麼的細密 說 剛好這個在解釋 這個我們剛剛講說 這三個喜剛好跟前面的這個 這個一二四 這三個合它是對應的 對應的一個關係 它是一個對應的 就是我剛剛講到說 多喜它可以對應的一合生 那練當得喜可以對應的為何意 那第三個 憲得生喜 這對應的第四個有何相 有何相 那這個進入那個解釋翻喜地的這個名稱的時候 它前面這一部有一塊內容 就是在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那個意思 就是這個三個喜 它事實上可以跟我們剛剛談到的 一合生為何意有何相 它是相對應的 所以它講說 多喜的話是對著一合生 等於它的一個多喜上跟一合生 因為都在種善根嘛 對 戒定會這種善根的撇遲會讓我們 我們生喜歡喜心 對 就是所謂的多喜 是跟善根有關係 跟我們在修持戒定會等這些善根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透過戒定會修持 然後致力利他 讓我們產生一種喜業 所以叫做多喜 多喜就是對著所謂的一合生 或及善根嘛 對 然後進入這種歡喜地 所以它是配合是產生 呈現出來就是一個多喜 好 然後為什麼叫煉當德 它對應的就是為何意 因為為求佛果嘛 那能夠求佛果 那鐵定能夠得到嘛 煉當德嘛 定當德嘛 當就是未來 未來一定會一定嘛 定當德的意思 所以剛好配合的第二個合 對 為何意 那當然為什麼 我會去禍吉善根 當然為了求佛果啊 那幾一次去 為了求佛果 我們去禍吉善根 那鐵定當德佛果 所以叫煉當德 當德剛好跟佛果 是一個對應的地方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剛講的 有時那個過嘛 過帆入位嘛 那就形成 呈現那個翻譯 也就是說一登地的話 它整個的現狀所呈現的 就是說獻離凡 獻離凡嘛 對 以獻離凡得凡得慎位嘛 就是已經遠離了 遠離了凡夫的這樣的一個 原來的這種 這樣的一個多被 又被苦惱等這種現象了 而就是離凡夫位 而入勝位 的這個相貌 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講說 有何相的這種種種過 就顯示它進入翻譯地 所呈現的那種相貌 對 那個相 對對 就是戀憲德 那種憲德裡面 經文也有蠻精彩的一個描述 那這一部分等於說 一旦我們去進入經文解釋翻譯地的時候 其實上它跟前面的這個之間 那個死柱地的所想的內容 它是有一個對應的關係 對 這種解釋 就後期善跟產生多息嘛 對不對 求佛果讓我們知道是定當得阿諾多瑞三秒三菩提 所以戀當得喜 對對 那有何相得過凡夫位的話 就呈現出它此時所處的狀況 其實是一種 跟原來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有何相就過凡夫位的那個情形 所以就是 以這種情形就 以限離凡得入勝位嘛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的一個情形 所以是一種相互對應的關係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 因為等於說 在進入解釋那個翻譯地的這個名稱的時候 它等於是有這麼一小塊內容 那實際上它等於是 只要就是 以經文來講就是多喜 然後戀當得 戀憲德嘛 就是有這三個內容 只要是記三個內容 那只是說進入經文解釋之前 它有一小塊的內容告訴我們說 其實會有這些喜的狀況 然後跟前面的這個部分的一個相互的一個關係 做了一個對應 當然也可以不用加名稱 我有時會覺得 這個就是各有利弊的地方 對 因為你加了 加了就是說 當然這樣你看的話會可能更好看 就是說 市民分有三個 大家可以了解嗎 這一看就比較一目了然 那前面 然後再把這個解釋翻譯地跟前面的對應的關係 就之間有一塊內容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做一個連接的關係 就這樣 那要是以標題的話 是不加標題 我們看會比較容易明白 對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說有時表格的話要看 表格的話有時是越簡單越好 就讓一目了然 那你多了 感覺是好像在提醒我 可是有時是 某種程度上會有點小小障礙 對 那有提示的作用 但有時候會有點小小障礙 比如說我們看到說 市民有三個 那你直接畫出來就是三個 再一對的話就很清楚 所以不要做標題可能好一點 那做標題就榮感 就是說它等於是做一個 那一塊內容就在銜接 這一地跟這邊的市民分的時候的一個關係 然後對這三種喜 做一種概論性的一個說明 對 概論性的一個說明 對 那什麼叫概論性的說明 比如說它會講到說 嗯 又是此三 這三個喜 事實上我們可以知道說 都喜比較表現出 在說明翻喜的差別 那種種種 然後後面的這兩個 練當德 練現德的這個喜 比較在說明那個喜的原因 喜的原因 就因為練當德嘛 所以升其喜 練現德 所以升其喜 那產生這種喜的現象 就表現在多喜的這個部分上 這個就是比較細的在說明 這三種喜之間的那個關係 所以也就是用概論這種三種喜的關係 對 那譬如說再來的我們可以看到說 欸 這三種喜 前面的那個喜就是 在呈現翻喜的此地形象之喜 對不對 那練當德跟練現德呢 比較擠它的言 就是為什麼會喜呢 因為有那個當德的那個元 有現德的這個元 同學了解嗎 等於說這個等於是把這三種喜的關係 以它的那種像跟那個音 或是說那個像跟那個圓來做一個解釋 這個比較慢慢讀我們會熟悉 就是說這個內容上就是說 這個小區塊就在說明這三種喜的關係 一個是喜相 後面兩個是喜的原因或喜的那個圓 大家可以了解 那再來剛剛我們講這一塊 就在對應說這種三種喜的這種內容 事實上它是跟前面的死注地的時候 這四個核它有關係 大家要慢慢這樣讀 不然會覺得莫名其妙怎麼插這個東西 然後出怎麼樣或怎麼樣 或什麼錢怎麼樣或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會對不太起來 為什麼說這種東西要多讀幾次 你就說對前一核心 那當然這邊有顏色的字 那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那你就知道說對前面的一核心 然後第二個微核意 對前一核 微核意就是對這個部分 微核意 這些部分 然後對有核相 就是練當德這個部分 相就是對應這個有核相 那當然你們可以把它框起來 或把它圈起來的話就比較知道說 它這個部分就是等於跟這個部分 做一個複印的地方 對 所以等於是可以說是用概說啦 概說 那剛剛有做標題 現在我把它刪掉 不做標題也可以 因為這樣的話 主要是我們有時候會順順文脈的話 會它士林分有三個就是三個 這樣比較看起來就比較容易 不然的話我們想說多一塊標題 我們有時候會會有點小小的 不太那麼順啦 這個就是有時候慢慢做都要習慣之後 就知道怎麼去拿呢 能夠比較更能夠去呈現那一種標題的一個 科判 科判的一個效果 科判一定是要解明二要 不要太繁複 太繁複 對 的這個情形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 整個翻習地的主要內容就是登地的內容 那接著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進入解釋這個翻習地的一個名稱 對 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士林嘛 那個林 為什麼要叫翻習 那也主要有三個內容 經文的話就叫多喜 然後 練當得喜 練現得喜 的部分 好 那我們慢慢看一下 先看一下多喜 同樣的話 我們知道說 在描述不管是多喜 還是練當得喜 或練現得喜 他基本上 當然 模式大概都是 大概來講應該都是會有十句 有時會有九句或八句 那這個沒關係 不管八還是九 象徵的都還是多的意思 就不用在這邊伎量他了 那只是說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十句本身裡面 第一個 第一句都是一個種 其他的 九個或八個 那個都是叫白 對 練當得 同樣也類似有這種情況 有種 然後白 練現得 也是一種種跟白的一個架構 這個就是我們知道說 以這十句的話 來呈現他是一種多 對 那這種十句本身的關係 事實上可以透過種跟白 然後搭配著我們講的六項嚴隆 種別同意成壞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六項嚴隆這個觀念很重要 然後 那在之前已經講過 所以後面他就不會再重複了 但我們可以知道 他是有這個特色的 他這個這個特色 等於說這個死句的關係 他是一種彼此是相互依存的這種關係 所以用六項嚴隆 這種統一來做一個說明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翻喜地的這個名稱的這種多喜的一個情形 事實上用經文來看我們可以知道說 經文 他講到說 諸佛子菩薩摩赫薩住翻喜地 菩薩住翻喜地的時候 那一種 他第一個就叫多喜 多喜對不對 就是這個是總計 那其他的八個 他就在描述這個多喜的那個不同的面相 比如說從盡性而喜對不對 然後清淨而喜 然後踴躍喜 然後調柔喜 勘受喜 不好多爭喜 不好腦亂眾生喜 不好稱恨喜 對這個 那從多喜一直到不好稱恨的這個 都在對於這個多喜 第一個總 總句的一個說明 說明 反正總的來說 事實上就叫多喜 所以他就以多喜作為一個標題 標題 就是以這樣的一個酒句上 對當然我剛剛講到 不管是酒還是史上都是一個多的含義 酒也是一種多 是 就是一個多喜 那可以知道 那後面這個八個就在 普逐說明這個喜 也就是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叫別 別 那第一個就叫總 就我們剛剛提到總 然後別 對對對的內 對這種情形 好 那我們也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呃 對這個所謂的第一個就叫多喜 那什麼叫喜 事業眾多固 因為那種喜是 對很多 對是 好 這叫總 總句 總句 對總句 那大家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這叫總 好 那從多心一直到不好 不好稱恨 這個部分 對 不好稱恨 等於說不會受到眾生的腦 這個是不去腦眾生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 對 這個是我們去腦人家 就叫腦眾生 那一個是自己會受到眾生的影響 就是受眾生腦 那受眾生腦的時候你不起撐 那要有功夫 所以這兩個東西依然是不一樣的 不好腦眾生 不腦眾生 一個是不為眾生所腦 不為眾生所腦 你才不會撐啊 那為眾生所腦一定會撐的 對 對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的 對 因為不去老人家的話 當然自己是 內心是喜悅的 當然就不會去老人家的 那不會受到人家影響的話 不受人家的影響 那你鐵定你內心也是很 屬於一種安穩田徑的 田徑的那種狀況的喜悅狀況 所以這都是可以對於一個喜的一個描述 一個呈現 對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快樂 因為我們受環境受別人的影響 人家看得不是或怎麼樣 我們就心裡不舒服 那就一定鐵定是腦的 對不對 那一定是不喜啊 對不對 是這樣 好 自無此類的 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來看那個 探險記他們的一些解釋 就是 因為 或從 從多性喜的這個部分 一直到不好稱恨喜的這個部分 這個八個的話 它 剛好有八個嘛 對不對 從 對這個就是所謂的 性淨喜 或淨性喜地 也就配合的是二嘛 剛好有八條 有八條 那這個八個喜的話 第一個就是多性是屬於盡性的那個喜 對盡性喜 我們可以看一下內容 對盡性喜 我們知道盡性 因為為什麼所謂的多性 多性就是我們對佛法生這三寶的一個生性 所以叫不壞性 也就叫多性 多性喜 多性故 對的這種情形 好 就不會 對就是一種 這樣的一個對三寶的一個信念 它是一個很很深故的 所以不會叫不壞性 不壞性的這種情形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經文就叫多性 這個多性就是所謂的 近性的意思 就是一種生性 生性不壞的一個情形 對 叫所謂的性 多 對 好那實地經論裡面的經文叫多性近 這個性就是一種 性近 所以叫近喜 對也是一種 好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它那個喜 它給它名稱叫做愛喜 愛喜 是應該就是所謂多性近 以經文來講它就叫多性近 多性近 那實地經論的經文叫做多愛戀 所以它標的叫做愛 順著實地經論的經文就叫愛喜 多愛喜的一個部分 是 那為什麼叫愛喜 因為是很重要它叫樂觀真如 對就是 真如就是我們講的佛法的那個 真如一味的這個道理 就是 對 樂觀這個法 對 所以我們講直心實際上就是樂觀真如 以體性來講直心 身心就是廣行菩薩行 等等 大悲心當然就悲凌眾生 所以我們講直心就叫樂觀真如 練練以真如的一個相應上 也就是所謂的 那樂觀真如當然我們身心是親近的 為什麼身心不親近 因為我們遠離了真如佛法 對所以心會不親近 對所以心會不親近 那樂觀都要練練 練練都在一個真如法上 那當然是親近的 所以所以叫做多親近 經文就叫多親近 然後這個是從多樂觀真如的這個法 所以一個是比較從它觀上來看 那一個是因為多樂觀所呈現的是親近 所以六十法眼經是從多親近 對 那死地經文裡面經文是比較從 那個樂觀真如的這一部分 所以它的用詞不太一樣 多愛練嘛 多愛練就等於是多樂觀真如法 那因為多樂觀真如法 所以呈現出來是一種親近 是一種親近 只是偏重點不一樣 那這樣兩個意思是通的 所以法上來解釋說 因為多樂觀 多樂觀真如 所以是離然嘛 對不對 樂觀離然 對不對 的這種情形 所以叫多親近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愛喜 那再來的話叫慶喜 慶喜就是踴躍 踴躍的一個象狀 這種情形 就是所謂的慶喜 對 這個應該比較好瞭解 對 慶喜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以實地經論四經菩薩解 就是自覺所正的那種較量聖嘛 就是因為自己正德嘛 所以當然 會湧現出一種喜夜的情況 就叫多永夜或叫多慶夜 對 是啊 那在法上會解釋說 自覺所正較量聖嘛 過於地前 因為這個是地前從來沒有過的 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會顯生那種永夜喜的這種情況 過於地前 對 好 好 這應該也不會太難了解 好 那經文再來叫多條螺 條螺 條螺 對 對 用條螺的這種情況 那在這種條螺的狀況 是一種 他的一種喜是 自身心騙意成就 騙不於整個身心的這種情形 所以那因為這種喜就騙不於整個身心 所以呈現著就是所謂的身心安事 騙真意過 身心安事 安事是一種喜夜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不安 當然就不安不是當然就不喜夜 對 那從身心安事也就呈現它是一種 身心是一種條螺的狀況 也就是因為身心條螺 所以身心安事 對 那這個喜就騙不於整個身心上 散發整個在我們的身心上 所以叫自身心騙意成就 騙意 等於連毛孔都寫了 對 對 這個經典 這個是有經典 經典有在描述不少 就是有佛等於毛孔都犯起 犯發喜夜的那種狀況 對 好 那再來就要 這邊有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好了 這個部分等於是 其實等於是在 六十華元經裡面 本身它 它 它 它少掉 它對比那個實地經論裡面的經文來講 它是少掉這麼一條 對 叫多永月 所以這邊講說 此中類無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虎字來講 那要是把這條加進去的話 那麼就變成此 剛剛表達的時候 看起來就九個 實際上就是十個了 對 因為有時在不同的版本 它之間有時會多一個或少一個 那這個是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好 那我們再接著看 就是堪 堪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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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壽喜的一個情況 對 好 不管是六十間火焰軍還是實地 它都叫堪 多堪壽嘛 所以叫堪壽喜 對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那這邊就解釋是 法上解釋說 自見自菩提嘛 就是離那個阿朗多諾上面有三菩提 都越來越近了 對 所以 所以多堪壽 好 好 好的 這種情形 對 好 就差不多 那整個來說的話 前面所介紹的這幾個喜 就從 白劇本身九個白劇裡面的 敬喜 愛喜 慶喜 調樓喜 堪壽喜 這個是比較表現在字形上 對 那後面還有三個 就比較表現在畫他畫他的部分 這個就是等於可以做一點點的一個檢別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北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要是再把它細分這個喜的話 前面從禁喜到堪壽喜 他偏重在自行 對 那從不壞喜不腦喜不撐喜 比較跟眾生有關係的 比如說不腦眾生 不為眾生所腦 那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就比較在跟他 跟眾生的關係上來做說明的 那我們來看不壞喜 對 那什麼叫不壞喜 經文裡面是這樣談的叫做不好度爭 不好度爭的這種情形 就是不壞喜 那法杖的解釋是由於自行先以調伏 自己因為從自行本身上的喜 他已經能夠調伏自己了 調伏自己了 事故或他論議的時候 自解說時 他在論議 那我自己在解說的時候 或自己在論議 他解說的時候 不會 因為自己已經調伏了 所以不會因為這些的論議的一個情形 觀點不一樣 等這些都要產生自己的一個 一個擾動受到一個干擾影響 對 所以就是說 皆心條無爭嘛 對 不管是他論議或自論議 但自己因為已經能夠調伏了 不會受到這些的論議而影響 對 所以叫 皆心條無爭 離諸勞動 就叫不好度爭 不好度爭 因為不會受到自他論議的關係的影響 就叫不壞喜 就叫不好度爭 也就叫不壞喜 好 那不腦 不腦喜 就是不會氣腦到眾生 不好腦眾生 對 為什麼 因為菩薩的話 他的心是慈悲 身口是條鑼的 也就是說 以心慈悲 身口條鑼 等於身口意他都一種條鑼的 那當然就不會去擾他了 所以 以心慈悲 身口條鑼 好 色見惡人 以道見化 就是說 縱使碰到惡人的話 他也能夠 行行善幼的去引導他 對 以道見化 對 不腦他 不會說啊 你是惡人 然後 就 就會去升級 更增加這個惡人 進腦這個惡人的這個狀況 他反而不腦 而且還會用以道的方式 形性漸進方式來化倒他 所以叫做 不 這種就叫不腦他 不腦他 對 不好腦亂眾生 不好腦亂眾生 這就是不好腦亂的這種情形 這只要還是因為 自己能夠身口意條鑼 哪有悲心 所以等於 縱使看到這種惡人 或等等 他也能夠不好腦他的這個情形 好 那 那接著就是我們剛剛談到 就是不稱 不稱喜 不稱 不好稱恨 對 是啊 不好稱就 隱藏就是說 呈現就是說 不受他腦 對 前面是不腦他 不稱是不受他腦 不受他腦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法藏解釋是說 見眾生不如 不如說行 不如說 不如說行 心關於法 當然我們就有時就 就會 受到 就是說自己會自己腦起來了 威以不正的話 對 等等 我們這個就是自己會受到影響 也就是等於受他腦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不稱喜就是說 不受他腦 對 不受他腦 對 那自己不起稱的話 就呈現出所謂 能堪受他腦 對 等於他腦你的話 你自己 因為他的身心 乖離法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看到這種心 我們自己就會 就會生氣了 這就是受他腦 那這邊的話不稱 就是不受他腦的意思 好 那前面的不壞喜 不腦喜就是比較不腦他的部分 所以他說淺惡氣死亦 在主義化他的這部分 這邊的這兩個不壞跟不腦 不壞喜跟不腦喜 是屬於不腦他 那不稱喜就比較能受他腦 也就是說 別人腦不到你 對 這種情形 就是我們剛剛說 看到眾生 心乖法 身為道 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很容易 看起來就不順 不順的 我們自己就會受到腦 對 那不是我們就會起稱心 對 對 那不起稱表示說 不會受到他的影響 叫做 能受他腦 他 他不順法 你能夠不稱 不稱 不是就是說你不會受到影響 好 所以叫做自不起稱嘛 自不起稱就呈現出 能看受他腦 能看受他腦 的這個情形 所以等於說 從後面的這個三個喜 事實上 雖然都跟眾生有關係的 但我們知道說 前面 不壞喜跟不腦喜就是 自己不去腦腦 腦眾生 然後 最後一個 是自己不會受到眾生的影響 所以不起稱 那不受到影響也就是說 看到眾生不如法 你自己不會起稱 所以能夠接受他腦 可以聽得懂嗎 接受他腦 對 對 人家來煩你的時候 你還能夠看受了 不起稱心 就是接受他腦 對 這很難耶 不是 講得比較容易 實際上碰到事情的時候 就不那麼容易了 對 不過我們也可以從經文的這些 點點滴對的描述裡面 我們也可以用來檢驗我們自己 平常日常生活 也 待人處事啊 的這些種種情形 我們是 哪幾條我們可以過得了關的 哪幾條我們過不了關 對 這也蠻有意思的 這個就變成說 雖然是在講蹬地菩薩 但是這樣也可以用來檢驗我們自己 我們心形的功夫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在腦他還是在瘦他腦 錢不多販對不對 又老他又瘦他腦 所以兩個惡性型環 對啊 互相的嘛對不對 真的是互相的 對 所以也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這種經文他這麼簡單的這樣一個提示一下 但事實上真的可以用在我們自己本身 日常生活中 來檢驗我們自己 到底有沒有功夫啊 我們的功率到底到哪裡去 能夠抵得到多少 這個平常我們都會 常常會遇到的事情嘛 常常會換的嘛 對 對啊 帶人接物已經互動的過程中 事實上就會呈現這些種種的一個情形 重要 對 雖然是在講蹬地菩薩 但也可以 不妨也可以用到我們自己 對心形的功夫上來做一個檢驗的地方 好 然後大家可以了解到 透過那個 第一個項目 多寫 那以這個九條或十條 就在描述說 其實 為什麼這個 翻喜地叫翻喜的這個 這種情形 它因為 是呈現在字形上 它是一種 多信 多親近 多踴躍 多調柔 多堪受 乃至 不好 不好多真 不受眾生 這種腦 就不撐的這種狀況下 所呈現出來 那因為 因為 這一些 就是我們說它是一個 為什麼叫翻喜 就是多喜的一個狀況 就是以這個 的字形上的一個 生口意的一個喜 然後乃至跟眾生的這個關係上 他不受他腦的這種情形 來說明 這一地 為什麼叫翻喜地 就是因為 他有這麼多的喜 對 因為不撓他 所以也是喜 不說他腦不起車 事實上也是一種喜 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登地的話 他為什麼可以喜 就是因為 不撓他 然後又不受他腦 對 那種感覺 我們可以慢慢去體會一下 不撓他 又不受他腦 對 那這樣一個人格 事實上是很 很穩健的 很平穩的 很甜式的 的這種情況 是安穩 安視 甜式的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這種喜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一種 事業嘛 事業 事業眾多 就是很多 對 就是身口意 在一個自身的本身上 身口意所放散出來 它是一種事業的一種情況 就是一種很安視合約的 等等喜的一個狀況 對 然後是在 不單只是自身的身口意的部分 而是 那自身身口 就表示自己的一個調伏 那因為自己 也能夠調伏自己嘛 所以在一個 待人接物上 以眾生 以大眾在接觸的過程中 他曾見了一個 不撓他 也不受他腦的這個狀況 所以那一種 也是一種喜業 對 就是所謂的 事業的這種狀況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就是 以這樣的方式來說明 來描述那個 凡喜地的那個喜 所以叫凡喜地 就是這幾個部分 那另外的話 還有兩個部分 就是戀當德 因為想到自己 不久就要成佛了 顛德 就是喜嘛 然後一個就是 現在所處的狀況 就讓他自己就很歡喜 所以叫憲德 譬如說我們說 登地的話 他已經 就進入 我們剛剛說到說二分嘛 就是世間法跟出世間法的二分來看 他已經進入了出世間法 那所謂出世間法 象徵的意涵就是說 凡所有做的事情 他都是能夠如法 都是能夠秉持 活法的這種智慧 來處理事情 面對事情的這個情 就是說 他這個此時刻他就是這樣 所以叫憲德 現在就是如此 對 所以這就叫翻喜 此時就是如此 那這個是當成佛 那更不得了了 對不對 當德 那個是憲德 憲德 對 目前就是如此了 此時的狀況就是如此 對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練當德的這個喜 也就是同樣也是有一個總跟別 就是我們先看經文好了 經文的話我們可以知道看一下 練當德 就是在進入翻喜地的這個情況 他說 諸佛者菩薩注釋翻喜地中 練諸佛故生翻喜心 練諸佛 對啊 想到佛 因為我想到 將來自己也要成佛了吧 練諸佛 就是佛嘛 因為 你是未來佛嘛 對不對 練諸佛故生翻喜心 練當德 對 練諸佛法故生翻喜心 一個是 練諸佛 一個是練諸佛法 佛法 對 那第三個是 練諸菩薩摩赫薩故生翻喜心 事實上這個就是 這個佛 佛法 還有菩薩 就是身 所以我們講說佛法身 好 這三種 好 那或變的話 還有好幾條 他說 練諸菩薩所行故生翻喜心 講到菩薩行 因為 藉由菩薩行的話 當然我們就這樣成佛嘛 所以叫 練諸菩薩所行生翻喜 對 那菩薩手行裡面叫 我們知道說 練諸菠羅蜜嘛 對 對 清淨相故生翻喜 然後 練諸菩薩地 較量盛故生翻喜 好 練諸菩薩利不退故生翻喜 練諸如來教化眾生故生翻喜 練能利益眾生故生翻喜 練諸一切如來自行故生翻喜 對 那這個也是同樣我們可以知道 這十個 十句 十個內容本身的話 前面第一個 可以叫做總 那後面的九個 可以叫做別 就所謂一個 總別的關係 第一條裡面就可以 對 就可以包含後面九個 或九個剛好還是去說明 第一條的內容 好 好 我剛剛是點應該沒關係 是點實力 不過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看一個 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對 就是說 練諸佛故 我們剛剛講到生翻喜 就是所謂的總 所以第一句是總 初句是總 對 好 這個就是我們知道說 練諸佛故 對 那當然練諸佛故 當然隱含了講到 當得成佛 對 當得成佛 所以始終異名當得意 己當得意 自己啦 你練佛就練到想到 我也是將來將來要成佛 練當得佛 對 練諸佛故 也等於說 當來 當來將來 就是加入這個諸佛的行類 練諸佛故 對 所以講到說 異名己當得佛 所以練等等 那這邊提出問題就是說 這不是說 練當得成佛嗎 那為什麼會說練諸佛 他說這個是本身 這邊有稍微解釋 就是在一個實定他解釋說 如佛所得我欲當得 所以練諸佛不是只是單純 就是說 只是練佛 是想到自己 將成佛 所以叫 如佛所得我欲當得 所以叫做 剛剛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叫練當得 對 經文講到說 練諸佛故生翻協 好像是練佛而已啊 這是隱含的是 這個佛也是隱含的是我當得佛的意思 這個是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會有這個疑問 好 所以這邊講到說 那你這個只是練諸佛 那是他佛啊 給你有什麼關係 他說不是 是己當得的關係 對 己當得 所以就包含了這一部分 對 所以叫做此極練他成己嘛 對 就是欸 想到諸佛 想 練當得佛嘛 對 就是想諸佛也就想到自己 將成佛的意思 好 那就可以這樣 那其他的九個 另外九句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一個別 來說明當得佛的一個情況 就是別嘛 別有九個 對 對 就是從練佛法 練諸佛菩薩 然後行 等等一直到所入門這一部分 這個九個就是 都在幫助我們去成佛 成就佛 成就佛道 這個情形 好 就當得成佛的一個 其他的一個九個項目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講到 經文的話是 練諸佛法嘛 生凡喜 練諸佛法 篇中在 練佛法故 就是 因為練諸佛法 練佛法 這個是 等於是秉持的是一個 一個正念 正式練法 就是練法 練法就是 讓我們本身時時刻刻 都在 都在法上 練法 所以 但你總該別嘛 以練佛 練佛門開除已久 前面就是練諸佛嘛 對對 然後總 總本來就可以設佛 以前面這個 剛剛我們練諸佛故 這邊 就 第一個就是練諸佛故 這就叫總 對 那總本身就可以設 後面的這個九個九條內容 所以叫做 但以總該別 該的話就是一個設 該設的意思 對 那所以第一條就可以開除九個 或是九個上也就在說明我們第一條的內容 對 世故九中間有煉佛 都有煉佛 對 對 所以 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後面的九個都會什麼叫 煉佛 煉佛 煉佛法 煉佛菩薩還是煉佛 煉佛行還是煉佛 煉佛境還是煉佛 對不對 九個都跟煉佛有關 你看前面的兩個字都是煉佛 煉佛 煉佛聖 煉佛不退立 煉佛教化之法 菩薩行也就是煉佛的菩薩行 對不對 是啊 然後煉佛的廣立眾生 煉佛所入的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第一句是總句 煉諸佛故 煉諸佛故 這個佛 煉佛 然後就社後面的九個 上都跟煉佛有關 對 我們在煉佛 當然佛也是我們所煉的對象 那我們沒有想到 煉佛菩薩 煉佛行 煉佛境 煉佛聖 還有不退立 教化法 廣立眾生所入門 上都是煉佛 煉佛的意思很廣的 所以煉佛一句的話 就可以總受 後面的這個九個 就是這樣 就我們剛剛講的 乙種色別 乙種色別的這個情形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是 這個部分 叫諸佛法 煉諸佛法 好 對 沒關係 那我們接著的話 就再來看的話 煉佛菩薩 上次只是一個 煉 也就是煉身保 菩薩也就是一身保 所以我們講說佛法身 我可以先詢問一下 二十一頁開始多了兩百 這是什麼 沒關係 這個的話 這個是在一個 聖者士清菩薩的一個解釋之後 法障 士清菩薩等於把這個煉佛 這個講完之後 他會再補充做說明的 那在這個表格裡面就是 論裡面等於是把這個 十種煉佛的東西講完之後 他會再加以解釋 詳細再解釋的部分 然後在 其實應該是說這兩欄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所以這等於從那個 論別式的這一部分 其實照理來講 一文的話 我們應該是在這個十種煉之後 接下來的內容 接下來的內容 對 那因為為了對讀的方便 把它撿到邊邊去了 同學可以了解嗎 對 對 就在這個十種煉完之後的內容 然後把它撿上邊邊 因為這個 對就是說世青菩薩在把這個 十種煉講完之後 他解的就是 在進一步對那個十種煉 再加以解釋 所以我剛剛把他這個 同學問到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內容就是在 對讀十種經文 論對讀十種 實力經文的這個十種煉之後 再加以解釋 那法上要對這個再加以解釋 對 那在因為把這個十種煉的話 再加以解釋 因為他本身跟這個內容 有對應的地方 當然也可以不用撿過 但可是你要對著這個讀的話 方便 對 因為你沒有擺上來的話 你自己順著一直下去的 我們可能會說 譬如說第一 譬如我們類似講到說 因為這十種煉講完之後 然後實力經論 世經菩薩會再對這十個條目 再加以解釋 譬如說他說 第一個煉跟第二個煉 這兩個煉的話 此二煉 至屬於都是煉佛 那要是我們不把它撿過來的話 你接下去 我們就不知道此二煉在指什麼 這個是為了對賭的方便 所以 然後法杖的探險記 因為要順著世經菩薩的這個 疑中此二煉 然後他就要一直跟他對應再解釋下來 基本上應該就是我們這種十種煉之後 論的話 這部分就排下去 那探險記也就一直對得下去了 那因為這個 因為是對這個十種煉解釋 所以我們要跟這個前面這個再對應過來 是這樣的方便 那因為撿過來了 當然可以用標凱體 用標凱體就區分 然後延穩的話也可以再下去 標凱體就是說方便上撿過來的意思 不過 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只是對讀的方便 實際上是要接這十種煉講完之後 後面後續下來的東西 然後探險記會順著實力經論的一個 對前面的十種煉的解釋 再加一時解釋下去 所以會變成一直落下去 你們知道就是這個有史曬 在賭的時候為什麼有時候會感覺上 不容易賭或摸不著頭緒 對對對 不然我們想說 有啊 不然我們要講說 始終出惡戀共戀 我想始終出惡戀 在哪裡啊 就是指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就是有兩個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法杖的話 它就順著 因為實力經論 它要對這個十個煉在家裡解釋 對前面只是很簡單的對著經文 那現在是要進一步的解釋 所以叫 然後這個十種煉裡面前面有兩個叫做煉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都是屬於實力經論的經文 對 然後如佛所得 我 我義當得 對 我義當得 故煉佛法 對 煉諸佛法 故 對 所以等於包括了煉佛跟煉佛法兩條 好 那探賢記的話 就對應的實力經論 要是我們實力排下去 就十條文 就 他 實力經論在講這個時候 探賢記他就會呼應這個部分再加解釋了 對 所以他說 又此 又此十句論主 論主就指示親菩薩 對 更做一番解釋 大家知道嗎 更做一番解釋 對 也就是說 他把這個經文 簡單的 實力經論講的解釋之後 然後再進一步去解釋 所以叫做 更做一番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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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知道嗎 更嘛 就是 在加以 來解釋 對 更做一番解釋 這是意思 就是這個 這個以下的話就 實力經論在加以 把前面的十條在加以解釋 那法章就幫我們說明說 這個是 世清菩薩 就實力經論論主就是世清菩薩 更加以 來做說明的地方 所以就要更做一番解釋 對 所以就要 這邊就馬標誌說 探險記裡面 對那個世清菩薩在加以解釋 這有點懊口了 對 他就是這個意思 好 就是可 因為剛剛應該一開始要跟你們講一下 還好東西我有提一下 不然你們覺得也 對不上來 因為 要等這個十個講完 我們才會再講到這邊來 這樣比較順 比較順 因為前面的話 他簡單的來看的話 他只是很基本的就是 經文怎麼講 然後世清菩薩簡單的去解這個經文 然後法杖甚至世清菩薩簡單的對經文在加以解釋 然後對論裡面對經文的簡單解釋 他在加以說明而已 就是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對著看 因為在戀當德 對就是我們剛剛看的經文就 戀諸佛固 生翻就是一個種句對不對 那實力經文裡面經文是 戀諸佛固 生翻 大概翻譯都差不多 那世清菩薩要解釋 何者戀當德 就有點用那個疑問的一個語句 為什麼要戀當德 那戀當德到底是指什麼 何者戀當德 因何戀 然後就 對 那就說明說 如佛所得我義當德 就是我們剛剛解釋的地方 對 如佛所得我義當德 所以戀佛是 不是我們就說 好像嘴巴只是一個戀佛戀佛戀佛 那當然這個也是很重要 然後它 事實上更深隱含的是說 戀佛是想不到我為將成佛 所以 如佛所得我義當德 是想到自己也要成佛 所以我們唸佛不是只是唸佛而已 是唸自己要成佛 大家知道嗎 所以唸當德就唸我當成佛 對 大家這個意思 這個是世青菩薩的解釋 所以我們知道說 念諸佛故身翻息 因為 不是只是唸佛 而是想到自己也將成佛 所以身翻息 我們唸佛會必身翻息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想到自己也要成佛 那就一定翻息 所以這種叫多次唸佛 可是唸感覺不太一樣 我們會覺得我好像在唸佛 好像唸一個他佛而已 沒想到也是在唸自己當成佛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世青菩薩的一個解釋就很有意思的 為什麼會叫唸當德 重點就在唸當德 為什麼要唸當德 因為我當成佛 所以叫當德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那法杖的話就順著世青菩薩的一個解釋 然後說明 因為也是在解釋經話 一般是說 其實這個十種唸裡面 唸佛這個十種唸佛裡面 第一句就叫總 剛剛我們知道的唸佛 就已經設所有其他種種的唸佛的一個內涵 其他九句的唸佛 所以這叫總 所以他始終欲明以己當德 當德的意思嘛 自己將當成佛 對對 那在這 那這個就是法杖的話 就是簡單的先解釋 然後就在順著世青菩薩論裡面的解釋 他在加以對剛的那個這邊 等等這些在說明 所以他說何故乃唸他佛呢 然後論世淫如佛所得 我亦當德 對不對 這不是一樣嗎 如佛所得我亦當德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世青菩薩裡面的經文 那個論的內容了 對對 如佛所得我亦當德 所以如是戀故 生翻喜 生翻喜 對這個就是法杖會說 因為如佛所得我亦當德 所以如是戀 那內心生起翻喜心 所以叫做戀當得喜 這個就是等於對經 還有對死地經論的那個解釋 這個就簡單的一個對應的一個解釋的地方 對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就繼續講那個戀當得喜的那個部分 戀當得就是中的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後面的從念諸佛法一直到最後一條 就是剛好是佩 佩相的內容 佩 對 那佩相這個內容事實上 都可以說跟戀佛有關 所以前面的兩個字都標示的 戀佛法 戀佛菩薩 戀佛行等 都有戀佛 戀佛所入門 剛好 對 所以為什麼說總的戀佛上就設後面的這個九條 這個佩的那個九條的部分的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等於在依序的把它看一下 對 好 就是剛已經解釋過了 後面的九條的話 事實上都為總所設 或是後面九條都在說明這個戀佛 第一條總戀的那個部分 好 那這個系統我們就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基本上的話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 就是說 後面九條它都是有跟戀佛有關 對的一個情形 好 那所以 所以我們就不再細說 對 那這個是剛我們已經透過那個對的方式 它就是先簡單的經文怎麼樣 那世青菩薩會簡單的對經文的一個解釋 對 它就講到說 此戀佛有九種就叙收的部分 對 戀佛法 戀佛菩薩 戀佛行等等等等 對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九的部分 對 那就是說九種戀佛 別相裡面的九種戀佛 它經文的內容 然後論啊 記 它就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解釋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問到的那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整個這個 第一條總到另外九條那個北的那個戀佛 都講完之後 順著就你講說 還有做一個比較細密的一個解釋 更一番說明就是比較屬於整個都解釋完之後 簡單的解釋完之後才加上去的 就要接在它的後面了 對 這一塊就在這個地方 對 我跟你講說 論的話會再加一起解釋 論主更做一番解釋 大家可以了解嗎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就是為什麼多出這 剛剛提到那個問題 為什麼多探險記後面多出這兩塊 就是因為論主更做一番解釋 對 那大家應該就很容易明白了 所以那後面的這個部分 因為依順序來講的話 它的確是在整個的一個十種戀佛 這個講完之後 他才論主才會做 在加以對前面的這個十種戀佛 在加以各一方的解釋 是接在後面的 那為了對讀方面 我們把它搬上去的 那這一塊的話 我們會站隔著 還是會先順著十種戀佛的一個經文 那論簡單的解釋 那記也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我們先來大體把它看過 好 煉佛法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煉佛菩薩 譬如經文是這樣講的 煉諸菩薩摩赫薩故生翻喜 對 那這一部分的話 那為什麼標題會叫煉佛菩薩 因為這個是 標題是清菩薩自己寫的 所以叫煉佛菩薩 煉佛菩薩 實際上他講的是一個煉諸菩薩 煉佛薩生翻喜心 對 那要把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是說 有人啦 可能之前的話 有人對於這樣的一個經文 他這樣解釋 他說 此煉佛 煉佛過去為菩薩時 我亦同比故生翻喜 我亦同比更是翻 就是好像是想到 欸 佛在成佛之前 他也是個菩薩 行菩薩行嗎 他是只是個菩薩 想 比如說 釋迦牟尼佛 他也要經過 善阿生奇結 以不派佛教的說法 也要經善阿生奇結 才成佛的 對不對 那這個 那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 就他等於釋迦菩薩 釋迦菩薩 那對 那後來成佛了 那這個是 有一種解釋說 所謂的煉佛 就是佛 還沒有成佛前 他也是個菩薩 那我亦同比嘛 所以叫做 煉諸菩薩 我和煞生翻喜 諸佛還沒有成佛前 他還是菩薩 所以叫煉 過去的諸佛 他是菩薩的時候 所以我生翻喜 這個是 有一種說法 就有人事嘛 那在這裡的話 法杖他 他 這個經節 就是法杖他的解釋 他說 煉佛成道 有菩薩 見術 這個是說 佛成道的時候 實際上有無量無邊的菩薩見術 這個是 煉 煉 煉諸菩薩 跟前面的那個有人事的這一部分的解釋不太不一樣 他這邊是指過去火還沒有成佛的時候 這邊是指佛成佛的時候有很多無量無邊的菩薩見術 所以想到佛身邊有這麼多無量無邊的菩薩見術 生起翻喜心 對 我煉佛成 煉佛成道 有菩薩見術 我亦當有 你也是要 你也要加入菩薩見術這個行列嘛 所以我亦當喜 大家聽得懂嗎 對 就是說你會成為一個佛的見術 等於菩薩 佛本身的一個菩薩見術 對 這樣一個行列裡面 所以煉佛成道時有菩薩見術 那這些佛成道時有菩薩見術 事實上你也是其中 你也當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所以叫做 煉諸菩薩母喝煞故生翻喜 對 前面是說煉自己當成我 那現在是說 煉佛成佛的時候有五量五邊的菩薩 那你也會是其中的子一 對 那這個生翻喜 所以叫煉諸菩薩母喝煞故生翻喜 等於說煉諸佛成道時的五量五邊的菩薩見術 那你也成為裡面的一個行列之一 好 這個叫做煉佛菩薩 煉佛的五量五邊的菩薩見術 那你也是其中 將來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也是未來的佛 這邊就是 對 剛剛我們講說煉佛 總煉嘛就包括了 你將來會成佛 然後你將來也成為佛成道時的菩薩見術 對 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有時看經文不容易解釋 叫做煉諸菩薩母喝煞故生翻喜 那很難去解釋到我要煉的諸菩薩母喝煞是 過去諸佛時的諸菩薩還沒有成佛的諸菩薩母喝煞 還是煉佛成佛的時候的那個五量的見術 就是菩薩母喝煞見術 這兩層含義可能都有 那在這邊會比較偏重 煉佛成道時有五量五邊的那個菩薩見術 那你也是將成為這五量五邊的菩薩見術之一 這不太一樣 就是你會加入這樣一個五量五邊的菩薩見術的行列裡面 不是只是想到佛過去也當菩薩而已 這個就是跟你個人有關係的 所以經節的部分就比較著眼在 你將成為諸佛的五量五邊的菩薩見術之一 或是說你將成為諸佛的加入那個五量五邊菩薩見術行列裡面 這個情形 所以叫煉佛菩薩 煉佛菩薩 就是煉佛的五量五邊的見術菩薩 菩薩見術這個意思 所以叫煉佛菩薩 因為有時看經我們意思有時不太能夠掌握 這個就是為什麼還要看實力經論還有探險記的一個解釋 那煉佛行 上他講的就是諸菩薩摩赫薩行 菩薩行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跟煉佛 煉當成佛這個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法上在這邊解釋到始終正是煉菩薩行 指的是菩薩行 煉佛行上指的就是煉菩薩行 為什麼呢 他會講到 以諸菩薩行 是諸佛所行故 大家可以聽得懂嗎 因為我們講到佛所行是什麼 當然不離開菩薩行 所以就要煉佛 煉佛行就是 這樣就指的是煉菩薩行 以諸菩薩行 佛所行故 對不對 從佛有故 應該有時是這樣講 以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所以從佛而有 那可能這樣練起來會比較順 以諸菩薩行 行火所行故 他聽得懂嗎 可能不要剁開來會比較好 以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有點拗口是不是 應該還好啦 應該就是不要剁開來 以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以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對 叫做從佛過 這叫煉佛行 大家可以了解 大家就這個意思 不諸菩薩會比較好 練起來可能比較順 以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因為諸菩薩行火所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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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諸菩薩所行故 那這個主要就是 菩薩所行都是火所行 所以 所以那既然都是火所行 所以那既然都是火所行 所以稱為煉佛行 大家應該是這樣會比較好 練起來會比較順 所以叫 練諸菩薩所行故 生凡喜 那諸菩薩為什麼標他是 練佛行 因為諸菩薩所行都是佛所行 對 以諸菩薩行 也就是說諸菩薩行火所行 好 那也就是法障這個部分 就等於在解釋 諸菩薩為什麼叫 練佛行 經文裡面說 練諸菩薩所行為什麼叫 練佛行 因為菩薩行佛所行 這個菩薩行是動詞 佛所行是靈詞 同學聽得懂嗎 對 以諸菩薩行 佛所行故 好 這樣會 整句話會比較順 所以叫 菩薩行 稱為 煉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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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的話 經文講說 煉諸菩羅蜜清淨相故 生凡喜心 對 那世經菩薩給他一個稱 叫做煉佛禁 煉佛禁 對 就是清淨行 對 那在這邊講說 煉佛所有諸 諸度 也就是諸菩羅蜜 事實上是黎染濁的 那其實黎染濁 當然就叫清淨 清淨 對 所以叫做煉佛清淨 煉佛禁 煉佛禁 對 就是跟煉佛有關 這個就是指的是一個 諸菩羅蜜清淨行 諸菩羅蜜清淨行 因為是黎染濁 所以叫清淨行 清淨行 那都會 世經菩薩都會叫煉佛 因為都跟佛有關 所以叫煉佛禁 這樣指的就是 波羅蜜清淨行 那接著經文是講 煉諸菩薩以眾殊聖故 生翻喜心 諸菩薩以眾殊聖 也就是說 殊聖處 所以叫煉佛聖 煉佛聖 對 反正解說 煉佛菩薩勝於眾故 對不對 因為聖於諸眾嘛 所以叫做聖 殊聖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 煉諸菩薩以眾殊聖 對 就是所謂的煉佛聖 這個比較屬於在一個較量上來看 也就是說 諸菩薩的話 他勝過於其他眾生 所以叫煉佛聖 因為殊聖嘛 對 所以叫聖 就煉佛聖 好 那再來是 煉諸菩薩力不可壞過 對 因為這個 對 因為菩薩力嘛 對 不可壞過 所以生翻喜心 這不壞力 也就不退 不退的意思 對 那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菩薩手行 都是佛手行嘛 對 菩薩行佛手行 所以菩薩力 當然也跟不離開佛 這會說叫煉佛不退力嘛 煉佛不退力 所以叫做 就是所謂的這部分 就是煉佛不退 不退 煉佛不退 對這部分 不退力 或不退 那 第 經文是 煉諸如來 教化法故 生翻喜心 火手教化的這個法 所以叫做 煉佛教化法 這個部分 這應該比較容易了解 火手教化法 是 然後 煉能利益眾生故 因為火手教化能廣利益眾生嘛 所以生翻喜心 所以稱為 煉佛廣立生 煉佛廣立生 的部分 是 廣立生 這一個 煉一切佛 一切菩薩所入智慧法門 故生翻喜心 這個就是 就所入慧法門的這個部分來看 所以叫做 煉佛所入門 煉佛所入門 就是所謂的善巧智慧門 就是佛所入門 就是佛所入門 好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整個說 智慧門 最後一個叫做智慧門 那我們知道 後面等於是整個的一個悲相的話 這九種 自然都是不離開 跟 跟煉佛 跟佛育的關係 都用佛來貫穿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是四清菩薩的標法 就是說 煉佛這個法 煉佛的五邊的見術 煉佛菩薩見術 然後 煉佛所行 等等等等 那一直到 煉佛的智慧門 這個部分 那整個來講的話 事實上都是跟佛有關 所以都用煉佛來標示 對 所以可以知道說 北裡面的這個九句都有煉佛 那剛好在種裡面 它就叫煉佛 它整個一個種句 就是 後面九個的三 九個的煉佛 這種關係 那大概是這樣 談的事實上 事實上 雖然是在講菩薩 但事實上 因為都跟煉佛有關 就不離開煉佛的這個部分 所以以煉佛來貫穿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當煉 當煉的這個內容 當煉得身翻譯 當煉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了九個 然後加上種剛好十個 十句裡面 練當德顧 因為所講的剛剛的那個十個內容 事實上都是當德顧 當德顧 當成為佛的劍屬 當成為佛所行的菩薩 菩薩所行的諸佛行裡面的內容等等 菩薩行諸佛行等 所以都是跟當成佛有關係 所以都以煉佛來做一個標示 所以這叫煉當德顧生翻譯 那有關於這個煉當德的這個死句的內容 世青菩薩他就是整個一個解釋完之後 我們就是要剛剛提到的那一部分 論主更一番說明就是在這個地方了 就要接到這一塊來了 大家可以知道 當然對著這個賭的話可能 比較一個方便 當然我們可以看 要是這個先把它點掉 看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就覺得有點奇怪 裡面講的都是菩薩行 那跟煉佛有什麼關係 他就只要就是說 因為這些菩薩行都不離開佛行 所以都用煉佛來標 所以可以知道 這個問答題就在這個地方 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看此實際 為第一季有煉佛 那其他都好像跟佛沒關係 那不是很奇怪 我們看一下經文 你們大家知道嗎 第一 唸佛還有關係嗎 其他唸佛法跟佛關 唸菩薩怎麼會跟佛有關 唸菩薩所行怎麼會跟唸佛有關 唸菩羅蜜跟佛怎麼會有關 唸菩薩與眾殊聖 那有什麼關係 對這個問題 這個問答題還真的蠻有意思 為什麼世青菩薩都要標 這個實際裡面都標唸佛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 為什麼都要標唸佛 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實際上說尖銳是還蠻尖銳的 明明都好像跟唸佛沒有關 為什麼世青菩薩要標唸佛 那法戰就要幫忙解釋 對 因為他問的是世青菩薩 論主 世青菩薩何故 都用唸佛來貫穿這十句 那不是好怪喔 對不對 對 就是論主何故總稱煉佛 這十句為什麼都要標上煉佛呢 那不是很關 只有第一句比較跟煉佛有關 其他九句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嘛 對啊 也許當時法戰在講法眼鏡死地品的時候 就有人這樣問的 對啊 問這種問題還是蠻尖銳的 好 好 那那個世青菩薩他怎麼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很有意思喔 對 論主 世青菩薩為什麼明明看不到煉佛啊 為什麼要標煉佛 對啊 這個就是跟那個又向元隆有關 對 一多相互依存的那個關係 對 所以他可以相設 對 菩薩設佛佛佛可以設菩薩的這種關係 所以法章就在回答嘛 此一一聖無盡言起無礙相承 六項言隆就在講一聖言起的道理 所以叫做此一一聖無盡言起的這個道理來說明的 所以講菩薩行跟講佛行是無礙的 而且彼此相互成就相承 對 相承 對 為什麼 這個就此一一言中 每一個每一個每一項每一項 十句每一句是一一言嘛 無不皆是一切足緣 一法是一切法 這就是一聖延起的一個道理 一極一切 大家還有印象嗎 一極一切 對對 一菩薩行可以設五量五邊行 乃至設佛行 對對 等等 好 可以這個成形 好 比如說一個菠蘿蜜可以使菠蘿蜜 乃至設所有一切菠蘿蜜一切行等 對 就是任何一法 任何一言 無不皆 無不皆設一切嘛 任何一法 任何一個言 都設一切言 一切法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所謂的一個菠蘿蜜啊 菠蘿蜜清淨行 事實上可以設一切行 那設一切行實在也就是佛行 大家可以了解嗎 就這個意思 所以教講的所謂一聖嘛 一聖延起的這個道理實在也就是 一聖法 對 那一聖法 事實上所有行 事實上都是無量行 也就是佛行 佛的 佛所行 菩薩所行都是佛所行 好 所以 即一一言中 無不皆設一切諸元 這個道理我們事實上是 我們是上了最多的 對 因為這個是代表 象徵的華眼的一個最精法的東西 就是一聖延起 或我們叫法界延起 法界延起 大家應該慢慢所能詳了 對 就是這邊今天有 今天有點出來 對 就這個圖 這個叫一法 就是一切法 就是一聖一聖 那你可能一行嘛 比如說一菠蘿蜜行 我們講說 布施菠蘿蜜 它就是一切菠蘿蜜行 十菠蘿蜜 所以更多一切一切都不離此 一個布施菠蘿蜜 之如此類 就叫一一言一一法 皆無不設一切諸言 一切諸法 就這個道理 這個事實上我們一開始上課 都來講這個東西 所有法眼中的道理 我們都也都在講這個道理 就從法界官們 十玄門 五教子官等 法眼三妹 法界三妹 都來講這個道理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聖 一聖延起道理 就是一聖 一聖無盡延起的道理 那所以十相 這個十句裡面 善美一句的話 都是一法 射一切法 彼此 互騙互射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所以法障就在幫四清菩薩解釋了 為什麼十句都要用念佛 他說論子 論子 依此 就是依這樣一聖無盡延起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回九入一嘛 就祭品念 回九入一 這九個事實上都沒有離開 第一個 總念佛 對 剛剛不是講到 第一句就是總 對 那就是念佛 總念佛的意思 經文的話就是 念佛 就是這九句 事實上都沒有離開 那念佛這一句 就設後面的九句 就是說這個意思 所以他說 論子依此類故 這個類就是指這個 一聖無盡延起的這個道理 所以回九入一嘛 所以後面的北的這個九句都可以叫念佛 沒問題 總句可以設 一句可以設後面的九句 所以九句都可以標念佛的一個意思 好 對 所以如初句射九 總句射其他九句 那反過來呢 其他九句的每一句也都可以射其他九句 就是複射嘛 對 所以余一句皆是如此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不單只是 總的這一句可以設 別的這個九句 其實反過來說 別的這個任何一句也都可以設 其他八句還有包括總的這個這一句 所以也是同樣叫設九句 可以了解 任幾一個都設九個 不單總設別的任何一個也都可以設另外九個 好 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的 譬如說 煉諸波羅蜜清淨型 這一句的話可以設其他九個 就包括了煉諸佛的總計 還有其他的八個 煉諸佛法一直都要煉諸佛法門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句句的話 互遍互設 所以句句都是無量無邊的 這叫做一聖緣曲的道理 好 對 所以他講 於一一句嘛 就是八九 九句的每一個句 也都是一樣 設其他九句 那九都代表無量無邊 所以每一句都是 都無量無邊的 好 此極 句句之下皆是無盡 大家可以了解嗎 此極句之下 是啊 那 以此諦法 為什麼句句可以互遍互設呢 因為法法如是嘛 就是無盡延期的關係 那稱這樣一個無盡 一聖無盡延期的話 世上也就是一種陀羅尼法 所以實際上 雖然我們知道說 實地品 實地 實地法門 它本身是寄顯在三聖 實際上它隱含的就是 聚聚 互片 附射 對 所以都在說明了 實際上就是一個 一聖無盡延期的這個道理 所以聚聚都是無盡的 聚聚都是無盡延期等等 那稱這個的話就叫陀羅尼法 所以實地法 實地法門雖然寄顯在三聖法 事實上表現出來是一個無盡的法徑 那這樣就進入一聖了 所以寄顯三聖 已顯一聖 是從這邊來看的 基本好像沒有 但實際上我們明白了這個 以聖引起的道理的時候 去看實地品的時候 就會呈現聚聚都是無盡的 也就是進入所謂的 一聖無盡的法界 對 那稱詞就叫陀羅尼法 陀羅尼法 好 那因為雖然這個道理 就都在整個金門裡面 事實上都有 只是說隱藏起來 我們不容易看得到 對 從我們知道說 要說我們明白這種法眼一聖的 無盡延起道理的話 一圍城一毛孔都是無量無邊 更何況已經登地的菩薩的智慧啦 法門啦 菠蘿蜜啦等等等等 當然都是無量無邊的 只要看你能不能看得到而已啊 雖然表達是用三聖法在表達 那實際上句句都是無量無邊 無盡的法界 對 那僅僅在陀羅尼章 也不是啊 就是西壇章裡面 點到而已啊 那西壇 西壇章表現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就去看史地品的時候 處處展現出來的 都是無盡的法界 不是三聖喔 文字上季顯在三聖法 表面上是三聖 實際上是無盡的法界 那這樣就進入一聖了 所以叫季三聖已顯一聖嘛 那反過來三聖沒有 一聖沒有離開三聖 離開三聖還找不到一聖 那這個就是在一個我們前面以前上過 那個翻喜地裡面 前面的那個琴芬就是西壇章 裡面就這個屁域就來展現這個道理了 這個道理 那這還滿有意思的 他就是透過脾翼然後點一下這個道理 那實際上整個史地品的字字記記 都是無盡的法界 所以就是從三聖就看到一聖了 從西壇 世間的那個語言文字 就是子音母音的這些關係 就可以展現出這樣的無盡法界 也就是所謂的陶羅尼法 對這很清醒 只要是法一 法眼在表現陶羅尼是比較 這就叫一聖無盡法就叫陶羅尼 但一般我們把它比較放在真言上 想要陶尼就總辭真言嘛 這樣法眼沒那麼狹窄的 他是表現法法都是如此 不但是聚集無盡 而是法法形形都是無量無邊的 這叫無盡的法界 所以邪法眼要先掌握這個道理 才過得了關 或者過不了關的 你看史蒂餅就會停留在三聖法而已 就看不到句句都是無盡的 形形都是無盡的普弦形 對不對 朱波濃蜜形上都是無盡的普弦形法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觀念很重要 因為觀念掌握不到的話 很難進入法眼 這個沒辦法 這個沒有談判空間 真的就是零跟一的關係而已 沒有就是沒有 掌握不到就是零 掌握到就是一嘛 中間沒有談判空間 這個跟禪莊的明星見性 開悟是有關係的 開悟就是開悟 沒有悟幾次的啦 那當然可能對個人的修行 有可以分到好幾次了 但實際上就法來講 沒有那麼多次了 個人手型可能可以啦 但就法來講 沒有就是有就是有 悟就是悟 沒有模糊地帶的 對 那寫法眼也是如此 對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這個的話 我們讀法眼就很容易 只停留在三聖法而已 因為整個法眼是寄行三聖法在說的 從死性 死住 死性 死回相 到我們今天講的實地品 實際上就是這樣 所以裡面都 有不少三聖的成分 尤其到死地 幾乎全面性都是三聖的東西 那怎麼可以看到法眼 在西壇章 這個是還滿有意思的啦 那西壇章要透露的信息 實際上就是 一聖五聖法界延期的道靈 也就是六項嚴隆的道靈 對 所以在自治記句 文文評評本身都是一個五聖的法界 五聖的展現 所以稱此叫做陀螺尼法 也不是說一般我們講那個真言 叫做陀螺尼而已 好 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那他講 依此類固嘛 喪失性為種 乃至死地還有其他為別 等等這些 那色別入種 無不在性中嘛 等等 一味也是如此 就是一味是一切味嘛 我們講到 對 死性死住死情死毀 像他等這些啊 等 他彼此互片互設的 為什麼這樣 因為法爾如是 法就是這樣 彼此互相依存 然後這種 法爾互相依存的一個關係 是一個像五聖的陀螺尼王一樣 五聖的關係王 對 所以叫五聖法界 五聖法界 對 但這個用在 經文的一個 句句文文啊 都是如此啊 乃至形形也如此 乃至畏畏也是如此 都是一法一切法 所以為什麼 法爾言的那一種 一己一切的這個觀念 他是 法如是 然後用在經文的句子也是如此 乃至用在菠蘿蜜行也是如此 乃至用在修行 乃至用在接位上 其實都是如此 都是如法炮制 一定不離開他這個 最核心的觀念 最核心的觀念 那這個核心的觀念就是 我們一直 一開始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圖子幫助我們了解 就是一法 真的有一法 一圍塵 一毛孔 一行 波羅蜜蜜等等 鐵定都是 是一切 不這樣的話 這一法不能成立 這一行不能成立 這一位也不能成立 對 所以不是法上如此 禮上如此 而是騙所有一切的經文 所有一切的修行 一切所有的接位 以法言來講 不說則以要說法都是 一位一切位 一行一切勤 一法一切法 一句一切記 對 一句就是五量句 然後大家可以了解 對 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在上課 會發那麼多時 在講這個道理 那透過法界觀十玄門 就是幫助我們 去了解這個道理而已 就是一己一切 對不對 好 那來自我們已經進入到 死地品 要了解到 整個死地品 表現出來就是一個三聖嘛 大生活法而已 但事實上 它文文句句 都是五進的法界 五進的陀螺泥 一聖陀螺泥法 好 大概先掌握這個 這樣清醒 好 那這個問答題 問的真的還蠻尖銳的 不過法上還是可以招架吧 對不對 因為它精通華癮 它能夠 對 它用這個東西來回應 對 幫世青菩薩解套嘛 對 對 好 等一下 因為不然我們看了 有點莫名其妙 好 明明裡面都沒有什麼煉佛 那怎麼會用煉佛來貫穿一切 這十句呢 對不對 這個還挺有意思的 好 對 這問答題 那後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事實上 整個那個經文的那個 當念這個十句本身的內容 簡單的解釋完之後 世青菩薩事實上對這個 這十句有在加以發揮 有在加以發揮的部分 那它所發揮的那一部分 它所發揮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這一塊 我們現在回到那個當念的這個經文本身 對 就是當念這一塊 第二當念嘛 對這一月 二十一月這一部分 然後整個剛剛我們順著那個經文簡單的那個論的解釋 還有記的解釋之後 後面就還有這麼一塊 對 那為了對讀的方便 我們把它獨立 把它放在後面 沿著後面來看 對 就是論的一個解釋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塊 就是整個的一個當念這十句都已經講完之後 如果世經菩薩有對這十句在加以進一步的一個解釋 那法障的話 就要對世經菩薩對這十句所做加以的解釋 還要再加以解釋 他們也可以了解嗎 解釋還要再解釋 對 對 那世經菩薩就是把這十句的話 他在加以解釋的部分 那在等於說 對這個十句的話 這個世經菩薩這些的在加以解釋 我們可以簡單來分 法障在這邊分釋 事實上前面的話 事實上要講的就是三寶 好就是 這是第一第二句嘛 裡面講的就剛剛我們看到就是說 遺宗 論講說遺宗出惡戀共戀佛者 這部分就是 為遺此中前面的兩句 十句裡面的前面的兩句 都是屬於那個戀佛這一塊 對 分成戀佛戀法 就是所謂的兩個 對 好 就是戀佛戀法 好 那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剛剛 這個可以搭配的裡面的戀佛戀來看 對 就是法障 世經菩薩講的就是 這個就是全惡戀嘛 十句裡面的全惡戀就是所謂的 共戀佛 就戀佛戀法 指的是戀佛戀法 那法障對世經菩薩這一塊就會解釋 對 解釋 對 對 好 對 好 就是 對就是這個部分 就比較屬於 那接著呢 這十句裡面的話 就是 唸佛菩薩 我們看科叛讀 科叛讀的話 事實上 就是 這部分 緊接著的話就是 煉諸菩薩摩赫薩 就是指的 我們剛講是指的一個是 佛 成佛的時候有那個 諸菩薩見屬 這個部分 就是等於是十句裡面的第三句 第三句的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法障的解釋說 凡將煉佛 簡煉佛菩薩 故此二言 前面的一二祭世子煉佛 這邊是煉佛菩薩 這樣代表就是生 三寶 所以叫做 煉諸菩薩 以煉佛前 簡法處已顯 等於是前面第一個是煉佛 第二個是煉法 這邊指的是 煉菩薩 正常是煉生 所以剛好跟前面 煉佛煉法 不一樣 這邊叫煉菩薩 好 對 對 那再來的話 後面的那個七句 七句就是從煉菩薩所行 一直到煉菩薩所行的這個法門 這一部分的話都叫 煉佛行所設 就是總是煉佛行七個部分 好 那我們一細稍微看一下好了 雖然從第三 開始就是煉菩薩行這一部分 叫煉佛行 那這一部分的話 這樣也可以說 這個煉菩薩行剛好 我們剛講到說從第三 第七 第四個菩薩行這一部分 對 然後到這個智慧門 這樣都統稱叫煉佛行 這樣這個也可能 同學聽得懂嗎 我怕你們可能會弄有點累 因為等於說 從第四到第十 都叫煉佛行 那雖然都叫煉佛行 我們可以簡單的再把它二分 二分的話 念諸菩薩所行 這個煉佛行叫走 那從第五個煉菩薩清淨下 一直煉到智慧門的第十個 都可以叫煉佛行 等於後面的七個 這個火行 第一個可以當成種 其他可以當成煉佛行 大家聽得懂嗎 應該可以聽得懂 好 好 這個就是 實際上這個就是一種 以火行來看 雖然是七個條目 那第一個條目可以叫種 其他六個條目可以叫煉佛行 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就不要講得太細了 因為你再講下去可能太複雜了 反正都是這個意思就對了 好 然後 好 那其他細分的話就是 嗯 對 大概 只是其他一個細說明 等於說細說的話 那個第五條 就是 以後的那個煉佛行 一個簡單來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黎染型 還有聖淨型 黎染型跟聖淨型 聽得懂嗎 嗯 就是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到的說 煉珠菩薩波羅蜜清淨型 那當然是黎染型 對 就這個意思 好 好 對不起 那從第六個部分 經文的那個第六部分 十句裡面的第六個部分 事實上這個叫到第十個部分 這五條 五個佛行都可以叫聖淨型 聽得懂喔 看課判可能比較容易啦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從第四到第十七條 都叫佛行 那第一條叫總佛行 後面的六個條目 叫做北 北向的六個佛 就是佛行 那佛所行的這一部分 第一 第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波羅蜜行 事實上叫 因為波羅蜜是清淨嘛 所以叫黎染型 那此此之外的後面的五個條目 事實上就叫聖淨型 好 聽得懂 就從第六條 煉諸菩薩以眾殊聖嘛 就叫聖淨 煉諸菩薩利不可壞過 煉諸如來教化眾生法過 煉能利益眾生過 煉一切法門過 這五條就叫聖淨 就講到這裡好了 其他我們就不要再細講了 大概就大概這個意思 好 這個只是說 世青菩薩他只是說 講完那個當念的這個十句之後 他會對於這個十句再加以做說明 那不外夫分成用三寶來做說明 然後後面的七條就用佛行來做說明 那佛所行裡面又分了種跟別 那別本身又分成黎染型跟聖淨型 好 最好還是整理成表格比較好 用說的不太容易了解 好先講 講到這裡那你們再把它整理成表格好了 就是 這就是把十條 這個十個項目 這十條畫出來之後 這十條畫出來之後 這個叫種 其他叫白 對對 是啊 然後前三條是講佛法生 後七條是講諸佛行 就講佛手行 對 是 然後在後面的這七條 第一條都叫佛手 第一條叫種 然後後面的六條都叫 別 別相的佛手行 那後面的這六條 別相的佛手行 對 的那個菠蘿蜜這個就叫黎染型 那從第六到第十都叫聖淨型 畫表格會比較好 因為文字有些係數太繁複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人不太好看索 還是要畫表格 不看索 對 我們現在是始於四川時代 不是文字時代 文字對我們比較 比較生疏 比較沒有吸引力 對 因為現在年輕人對文字的敏感度是很弱的 很弱 影音的敏感度是比較強 文字的話他們 所以以後真的是可憂 要叫年輕人讀這種東西 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坦白講 真的 時代不一樣了 對 越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這種 對這種文字的敏感度是比較脆弱的 不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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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要把它整以圖表 所以要畫圖 才有辦法 這個時代不一樣了 所以會有一些不同的一個方式的一個呈現 不同的方式 所以反而一個影音多媒體的方式 可能比較屬於現在的一個 在一個紅畫推廣上 可能會比較能夠派上用場 對 那這種部分 要這個的話 可能要 要一點時間 要需要時間 而且不只是時間 要有興趣 要有興趣 然後慢慢去 慢慢慢慢的去培養 對 然後久而久之 才能夠 耐得起這個文字的看模 對 不只是經還有論 還有記 還有書抄 對 對 乃至實地品來講的話 實地經論的話 在南北朝 幾乎可以說上百家的論 論詩在解他 是上百個論詩有 你可以知道說那種是洋洋灑灑的 而且這種說法一定都不 很多都是不一樣的 對 那你要把這些 反反覆覆的東西 去 一去理解 然後再把它爬梳 一次個脈絡 對 然後來去了解到 南北朝時候的那些 地論詩 他們的一個解讀的觀點 特長的在哪裡 然後再跟華原中大的 他們的解讀 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如果如何顯示 華原中大的 在這解釋上 變成又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這些要發很大的功能 對 對 對 那我們剛剛講到 類似剛剛的問答題 世青菩薩 都用煉火來解釋 對 那 大德他們就會 幫世青菩薩做一個說明 對不對 當時是我覺得應該沒有必要 對不對 可是我們後面寫寫就有疑問 不然你們看到這麼多煉火怎麼辦 明明都跟煉火沒關係 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有人要幫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了 對 就好像那一種賽跑一樣接力賽 一直接棒下去的 對 那法政他們當時 一定有面對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邊就 剛好這個問題就提出來了 對不對 是啊 那我們現在在讀 可能還有其他問題會產生 那就要繼續解讀下去 對 解這些疑問 乃至我們剛剛講到 很多都讀不懂 不堪文字謀 那我們就變成要畫圖 畫表格 畫什麼的 做一個輔助的一個方式 這就變成 因應不同的時代的一個需求 它有一種不同的一個因應的一個方式 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法法的一個禪戲 登登相續的一個需要 所以每一個時代 有每一個時代的任務 要去承擔的 要去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大列的就是把那個 當念 這十種 簡單的 其實好像也不簡單 已經大概就跟大家做了一個說明 就是說 對 就是在當念 只要總來說當念成佛 那其他都是對於當念成佛的那個 輔助的一個說明 北向那個就是這個說明的部分 所以叫 想要當念成佛 所以 生歡喜心 對 不管念 諸 諸菩薩所行 或是菠蘿蜜行 諸智慧法門等等 都是 因為這就是都是在於 讓我們去成佛的一個資料 所以當念成佛 那因為以這十句來表達 所以每一句裡面都會讓我們生歡喜 因為都跟當成佛有關 當念成佛有關 那後面其實後面也是很精彩的 那好像我們還是要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那個 那個 歡喜帝的這個士兵的第三個部分就是 練憲得喜 這個喜就是生歡喜 所以成為所謂的一個 歡喜帝 歡喜帝 歡喜 那同樣有總跟別 練憲得生歡喜 總共有十句 十個句子 那我們看 經文 我看一下 經文就這個 這十個 也就是說 在登地菩薩他本身憲得上 他所呈現出來的 我轉離一切世間境界 生歡喜心 大家可以注意到 轉離喔 也就是說 原來我們是 所行所為都跟世間法相應嘛 現在轉離了 都 行行練練法法都跟佛法相應 這叫轉離 對不對 呈現出那個所謂的過凡夫地嘛 在凡夫的時候 我們練練中 都是跟世間法在打交道 在相應 跟六成道相應 那這邊的話 練練中 行行中 事實上都跟佛道相應 所以叫轉離一切世間境界 生歡喜心 練練 練練以諸佛菩薩 打交道 對 這所謂我們講到 入菩薩行位嘛 對不對 等於是入聖者位等這部分 所以這個 因為登地菩薩的話 我們剛剛提到 事實上 他所行所為 都是順著佛法 順應著佛法 來行坐的 所以叫轉離嘛 對 那為登地前的 就是我們屬於凡夫嘛 他上我們所行所為 都是跟世間法打交道 再跟世間法相應而已啦 對 這個是很關鍵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登地菩薩 一登地他叫凡喜地 因為練練都與佛法相應 練練都與諸佛菩薩打交道 對 不是以六道打交道 那就不一樣了 那我們呢 我們練練就以六道打交道 以世間六成打交道 所以我們不開心 好 大概就這一次 所以可以說第一句話 那其他九個 那其他九個 就是 詳細說明了這個 轉離一切世間境界的這個內涵 對 比如說 入一切佛平等中生翻喜心 因為入嘛 對 已經進入佛法 那 一切佛 佛法中 事實上講的就是一個平等法 以畏法 真無法 對 所以生翻喜 入嘛 你可以知道 轉離 也就是入一切佛法平等中 入轉離 然後遠離凡夫地生翻喜心 遠離嘛 對對 遠離就是轉離的這個凡夫嘛 所以生翻喜地 好 進智慧地生翻喜心 因為離佛 佛的智慧地越來越近 當然我們就生翻喜 等利菩薩生翻喜 斷一切惡道生翻喜心 因為已經沒有 不會再給惡道打交道 當然是斷掉了 斷一切惡道 所以生翻喜心 以一切眾生做醫子生翻喜心 對 是 因為 登利菩薩能為一切眾生所醫子 為眾生導師 傳等等 這些就是他的 本身能為一切眾生所醫子 所以生翻喜心 入一切菩薩術生翻喜心 離一切恐怖生翻喜心 這個就是 經文的話 他會有十種 這個所謂的 戀憲德而生翻喜心 這個都是 登利菩薩此時此刻 他本身的一個 的一個情況 就轉移世間 入一切佛平等等等 一直到離一切恐怖等等 這個就是經文的一個直說的部分 是 然後經文比較特別的 他後面接著 他對於離一切恐怖生翻喜心 他發了不少評語來解釋 就叫重分別 先把這個幾個類出來 然後針對這個恐怖的這一部分 部位的這一部分 事實上再加以詳細論述 這個經文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應該看得到吧 對對對 就是 好 經文的部分 我們可以知道說 欸 第十條不講 離一切恐怖生翻喜心 他說 所以者和 問的 為什麼 離一切恐怖生翻喜心嗎 是菩薩得翻喜地 所有部位皆皆引離嘛 對對 就是 引離一切恐怖 就是說登利的菩薩 已經 沒有這些六道部位等這些了 所以所 所謂 所謂 這些 這些部位是哪些呢 不活位 惡民位 死位 多惡道位 大眾威德位 所以 離以上的這些種種位 叫離魯士等一切諸位 對 所以叫遠離一切部位 內容就是細說的話 就有這種五種 五種位 不活 惡民 死 多惡道 威德等這些 好 那 經文更特別的 針對這五種位 又 一一再加以解釋 那其他條沒有啊 可是這一條就特別 特別嘛 就叫重分別 重分別 對這五種位在 一一再說明 因為我們要先把經文先帶出來 你們比較不會 一下子跟著論啊 記啊 又走迷掉了 對 先簡單的 先講經文的部分 大家就 你們就跟著你們文本 先看經文的部分 對 對 就是他把這個 這五種部位 類出來之後 對這五種部位 一一再加以說明 對 比如說什麼叫不活位 何以故 什麼叫不活位 就是 世諸菩薩 離我向 因為登地的話 沒有我向了 對 對 所以 所以 世諸菩薩 離我向過 因為沒有我 不貪著我向嘛 怎麼會貪著這個身呢 我都不貪了 何來貪身 對 那既不貪身的話 對 對 況以所用物 身都不貪了 外在的事物 他還會貪嗎 不會 不會 對 離我向的菩薩 事實上連身都不貪了 怎麼會貪那個物呢 外面的器物等這一些呢 不會 好 所以 所以 因為 已經離我向 所以 一身不貪 當然更不會貪外在事物 所以沒有不活位 不會擔心 活不下去了 對不對 因為覺得好像沒有這些的話 我活不下去了 對 因為我們現在也蠻依賴很多外在 沒有外在這些的話 會有一種恐懼感 就是畏懼感 那菩薩的話 身都不貪了 怎麼會貪這些外在的事物呢 所以 沒有不活位 因為我們是 有外在這些來滋養我們本身嘛 那身都不貪的話 當然比較不會有這些的一個威脅 產生恐懼的一個情形 這個叫做 不活位 就是因為菩薩 登地菩薩已離我向 所以不貪著我嘛 對 一身都不貪何況身外之物 所以不會 這叫 沒有這個不活位 那再來呢 什麼叫惡明慰 惡明慰 經文的解釋是 心不希望恭敬恭養 對 不希望恭敬恭養 而且不但不但不期望說人家來供養到 而是反過來他要供養眾生 對不對 當一個大師 大師主一樣 就是來供養一切眾生 所以說我應供養眾生 供養首昔 對 那既然 自己 不會去貪求什麼的情況之下 乃是供養等這些 當然就沒有所謂這種 惡明味的 對不對 惡明來自於 我們會 有所貪嘛等等那一些 才會招感這些 那 自己所有都能夠施以出氣的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 就比較不會遭有這種 惡明慰的這種情形 有惡明慰 就是因為 好 那至於 什麼叫死慰 死慰 就是 眼離我見 他已經無偶像了 所以 那既然 無偶見 無偶像 當然就無所謂的死 的這個問題了 因為死來自於有我 對應的 我們因為有我 所以我們恐懼於死 對不對 那即使無我 何來 什麼死 何來對死的一個恐懼 所以我們知道說 死的一個恐懼性來自於 我 我 我的關係 我 因為有我 所以我們會害怕 對 因為我們指我 所以我們會害怕 失去這個我 對不對 所以會有死慰 的這種情形 那登地菩薩已經 贈得無我 與無偶像了 對不對 所以沒有死慰 沒有死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來看的話 死 是來自於有我 死的恐懼來自於有我 那要 那要免離對死亡的一個恐懼的話 要 要觀這個無我 無偶像 無偶像 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死的剋心 就是無我 對 好 這個是相對 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登地的菩薩 已經沒有這個恐怖了 死的一個 又很恐怖 因為知道一切是無我的 對 對 那一切是命的生 妹 它只是一個自然現象而已 那不 不介入我們本身的我 我 貪著於我 直我的這個情況的話 它只是一個 就沒有這個死慰 死的恐懼 好 這個就是所謂 那第四條 什麼叫 剁餓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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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為什麼 登地菩薩沒有 他說 我若死矣 我若死矣 並不是說沒有死的恐 並不是說他沒有死 他已經不再對死亡產生恐懼 因為沒有我直 對 所以就說 我若死矣 所生必見諸佛 進入諸佛菩薩的行列 怎麼會有害怕呢 對 所以 對 已經可以進 我若死矣 必見諸佛菩薩 對啊 那當然 那可以見諸佛菩薩 當然 不會跑到惡道去嘛 所以當然沒有惡道位啊 對不對 是啊 好 對 所以對死沒有恐懼 而且死後 往生後 其實喔 必見諸佛菩薩 對 烈火見佛嘛 對 所以進入諸佛菩薩的行列本身 所以不會墮惡道 不會墮惡道 不會墮惡道 所以當然沒有惡道位 對 那我們害怕的 就是 跑錯道 對啊 是啊 那就要看我們那個 因為 真的在一個 靈命中死的話 哪一個 哪一個力量強 就往那邊去了 那 你戀佛力量強 當然是 以佛 對 就是 所生必見佛嘛 戀佛見佛是正常的 戀佛見佛 對 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恐懼的 你能夠戀佛見佛的話 我肯定 沒有恐懼感 不會擔心 跑到惡道去 這個是 要 要 要有把握 來 害怕是來自於 因為我們沒把握 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所以我們希望 不要跑到這一道 對 要跟自我菩薩道去相應 對 那就很重要的 那能夠這樣 有信心的話 我落實以 所生必見佛 那有什麼好害怕的 沒什麼好害怕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好 那登地菩薩因為 所作所為 不會再跟這個六道去相應了 當然鐵釘不會跑二道 那鐵釘跑到佛道去了 這個鐵釘的嘛 對不對 所以鐵釘沒有餵 這個是有什麼 多二道餵的問題 對 而且信心 應該都很十足的 對 因為他不會再照這個 跟六道相應的東西的 對 六道都不會相應 更不用說跑到二道去了 那這是理所當然嘛 那所見必見佛嘛 對 跑到活國土去了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是陰如是國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其實登地的菩薩 他已經能夠轉移世界一切境界嘛 所作所為所思 都不是跟我們的六道在打交道啊 更不可能跟三二道去打交道 那當然就沒有所謂的這個 鬥二道之位 對 那沒有再跟這個二道三道啊 六道等這些打交道 當然是 理所當然 當然是跟佛道打交道啊 對 所以所見 死後可見必定是見佛 對 對啊 對 對 那當然所相應出來轉移嘛 對 入一切佛平等法嘛 那當然是跟佛法打交道 跟諸佛菩薩打交道 所以所見必定是諸佛菩薩 對 所以信心應該是很十足的 對 對 那我們沒信心 因為我們都 都在跟世間打交道 對 就跟二道打交道 雖然這是我們沒有信心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恐懼的地方 對 對 我們沒把握 因為我們一直在糾纏在這個六道裡面 而且不好還在三道中 糾纏不已 對 那當然就會有多二道位 多二道位的這個情形 是啊 那 是啊 好 這是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對 所以要明白這樣一個因緣道理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你想去哪裡 那我們透過道理了解 我們就建立起一個正知正見的一個正確的方向 往活到左 不是往六道左 跟不要往三道左 對 就是這樣如是因如是果 你戀戀中都是以佛法在打交道 對 那當然就 那個正能量就一直往那邊去了 鐵釘是這樣的 對 這個力量強的話 靈州的時候 除非有意外 不然的話 鐵釘這個都是現前的 意外就是可能我們無死人 因緣果報跑不掉 那就 那就接受吧 對 是啊 這個就是真的有這個意外 不然的話 應該你的戀戀中都往這邊的話 那應該那個量應該是 那個正能量應該是很強的 對 都在活光的一個普照下 所以不用擔心 那擔心是我們念念中 是遠離佛道 都往六道裡面 在跑 那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所擔心的地方 那往三道去那還不錯 最怕是跑到二道去 對 那尤其地域道的話 人間的一天一夜就已經是萬死萬生了 而且那種苦 根本沒辦法說出口 那才是真的苦 對不對 對啊 在地域裡面 人間只是一天而已喔 一日一夜在地域已經萬死萬生了 你可以想的是 而且每一生的 每一生的那種苦 都不堪言 人間一天的話 第一是萬生萬死 萬死萬生 所以那個苦 不是我們人間 我們用人的那個想像 可以想像的 對啊 好 大家可以了解到 明白道理的話 事實上就知道說 凡事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一點都不開玩笑 好 對 這種情形就是比較知道說 明白道理 那我們也比較知道說 應該朝哪個方向目標去努力 對我們還未登地者 未登地者掌握一個方向盤 掌握一個方向盤的這個地方 然後把時間體力力氣 就好好的跟您去跟諸佛菩薩打交道 所以死後必見諸佛菩薩 你的力氣往這邊 那鐵定死後必見諸佛菩薩 那沒問題的 這是個基本的道理 也是我們對自己一個最基本的一個信心 對 對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 欸 什麼叫大眾威得位 大眾威得位 對 為登地者的話會有大眾威得位 對 也就是說不如人家 不如 不如的那個狀況 那可是登地的菩薩我們可以看經文的解釋說 我所致樂 無欲等者 沒有東西再比我所寫的還更超過更殊勝的了 那當然沒有大眾威得位 因為你的所寫都是無上正等等節的大法妙法對不對 那當然哪有什麼恐懼的 沒有 所以我所致樂無欲等者 對啊 而且無欲等嘛 而且比一切遠遠都有超過 對啊 所以事故無有大眾威得位 對 因為你所學的都是一等一的嘛對不對 好 就是這個意思 對 這個就是等於經文蠻特別的 他不單把那個 遠離一切恐怖的那個部位的內容 用這五項講出來 而且對於這五項又做一個比較仔細的一個說明 對 等於說 第十句 這個第四個項目裡面就比較特別 所以會在 家裡做說明的地方 對 那對於我們對經文的一個分法 是讓可能用這種方式分會比較好 就是 直說 經文直說 把這個十句先列起出來 那 針對後面這一句 再做一個細密詳述的解釋 就叫重分別 對那個部位的部分 再加上說明的部分 這樣拆經文會比較容易 那你們所上的那個職本不是很理想 那也沒辦法 因為我想暫時也都不用調它 以後再一起調動 好 那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這個 練憲德所生的那個翻習 一一細把它看過來 第一條 我轉你一切世間境界 就是一個種 練憲德本身的一個種 的部分 對就是 經文的話就是這麼一條 好 我轉你一切世間境界生翻習性 應該對得上嘛 可以 那就好 好 要不要點一下 沒關係 點一下 不過 好 25 好 我這可能有點拋掉 行 對 就是這個部分 經文的話 好 好 我轉你一切世間境界生翻習性 這部分就是 法章講的這一條就是 第一條就叫種嘛 對對 那後面的九個就是屬於 我們講的一直講的那個別 種別的那個別 就是這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 就直接一條一條的下來看 對 就是第一條 我轉你一切世間境界生翻習性 怎麼叫轉你一切世間境界 這個就有解釋了 對 轉你一切世間 那 論世的話 離凡夫啟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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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凡夫啟著什麼 好 外在的六成境 色身相會觸法 就是六成 對 我們 我們所貪著的就是這一些 我們對身外之物還是很貪的 不但貪身內之物 身外之物也很貪 所以叫六成境 那菩薩都要不貪嘛 已經無我 所以他不貪這個六成境 對 那恰恰相往 我們凡夫所愛的就是六成境 那菩薩不貪這個時候叫轉離 對 叫做離凡夫啟著世 離凡夫啟著世 那還沒有登地前呢 對這六成境會貪愛 所以叫未入登地的話 所起不亡 也就是還有六成的一個貪愛 所起不亡 對 那像那個為世三十宋裡面 相關一些論裡面就談到嘛 現前立少物嘛 會是為世信 就指這個意思 因為還沒有登地 那種種這些世色 其實還是有的 對 就是還是 對 那進入出世 就是等著 指的是說登地菩薩已經進入登地 已經進入出世間法了 所以 所以以真如相揚 正真如法 對 所以對世間的這些東西 他不會染濁 不會貪氣 所以叫離所起濁的世間境 世間境 講的就是六成境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色身相偽促法 對 所以經文講說 我轉離一切世間境界 故生翻喜心 這些部分 這些的解釋實際上 也是還蠻 蠻惡要重要的 就是我們對比說登地的菩薩 為什麼入聖位 為什麼是超過一個凡夫 就是因為他對六成境不再貪染 不再染濁 所以那不再染濁的話 就叫轉離 轉離 轉離 那貪染當然就連住了 所以不叫轉離 這個意思 好 這個是總 所以我轉離一切世間故 這個就是總句 那接著其他的就叫別 別句 就是從第二條 入一切 一切活平等法 一直到離一切恐怖 這個就叫別 那九條就叫別 那這九條的話 都 都 世間佛陀都給他一個名詞 叫什麼什麼轉離 入轉離 言轉離 近置轉離 斷轉離 一直轉離 近見轉離 身轉離 平等轉離 舍離轉離 舍轉離 舍 遠離一切恐怖的這個就叫舍轉離 好 就是九種 都是 後面的九個都叫什麼什麼轉離 就這個部分 好 那入轉離 比如說入一切活平等法 這叫入轉離 入一切活平等法 的這個部分 就是經文所談的 入一切活平等法 身翻喜心 這個叫做入轉離 因為以真如相應了 真如算就是一個平等法 也就叫一位法 對 登地的菩薩 以真如 正得真如 入聖位 所以叫入一切活平等法中 因為現境就是這樣 現量 現量盡所呈現就是 都以真如打交道 所以入一切活平等法中 生翻喜心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入轉離 所以叫入諸佛所行法 那諸佛所行是什麼 當然都是真如法 真如法 對 也就平等一位法 那登地的菩薩 當然就是 就是入一切 諸佛平等法 真如法中 以真如相應 所以叫入 從這邊來看叫做入轉離 就是因為 以真如相應 這個以未法相應 所以我們剛好就是說 轉離一切世界 因為不再跟世間打交道 所以一切現出來都是如如真如法 所以叫入一切諸佛平等法中 所以可以知道說 入一切諸佛平等法中 這樣也就在幫入我們說明 我轉離一切世間境界的一個情形 因為跟真如打交道 所以叫轉離一切世間境界 那要不是跟真如打交道 你就是跟世間在打交道 那就是還在一個 地前繁複的這個狀況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後面的這個九個 九個那個轉離 就在說明 所謂的第一條總的那個轉離的意思 輔助一個做一個說明 對 所以入一切佛平等法中 事實上也就是我能夠轉離一切世間境界 好 應該很好了解啦 對 今晚還比較好了解 然後剛好可以搭配著 探險劇或史力經論的這些的一個說明 入一切 好 對 那問答題的話 有點算有意思 他說後面講的這九種轉離 前面不是講到說 一登地的菩薩不是有講那個有何相嗎 對 就是過凡乎味啊 過什麼 對 那看起來真的有點相似耶 還滿類似的喔 對 會提出這樣一個問答 就是說 欸 這樣的一個 練現所得的這個情況的九種 九種轉離以前 前面講的八種過嘛 幫我們點告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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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有這個問題提出的話 那當然法障他也要回應一下嘛 對 是啊 一切有相似啊 他說 錢宗的那種八種過 入位過啦 種姓過什麼過 錢宗所講的 幾齒正顯發象 就是說 登地的時候的那一種發象 那現在是要說明齒文 現在講的這個 練現得的這種 事實上他說 練齒現得生意翻形 一個是顯象的一個狀況 一個是生翻形的那個情形 當然從理上來說的話 這兩個是相通的 所以就理而說的話 事實上沒有差別啦 沒有差別 也就是說 後面所講的 就九種轉離 事實上 也是呼應了前面的 有何像的這個 八種超過的反護位的東西 是相通的 是相通的 所以他說理上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表現上來看的一個是 那個有何像嘛 問題是有何像嘛 所以從超過反護位啦 然後入侯種姓啦 入侯家啦 什麼什麼這些像嘛 那現在是比較從他現得的 那個翻形上來看而已 所以現得上的話 比如說入諸侯所刑法 對這個就是所謂的入轉離 好 那我們再看下來 那再來是遠轉離 遠轉離的話 就是捨遞前反護位 看經文的話我們可以知道說 遠離反護地生翻喜心 對就遠轉離 這邊叫遠轉離 那要是說你們有 還有點印象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有何像的這一部分 不是有這樣談嗎 這個不要太多 因為其實它的確是共通的 我只是跟大家 讓大家對應一下 對 菩薩發如是心 即使過凡夫地 過凡夫地嘛 過地前 地前是凡夫啊 對 那現在的話 現在講了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遠轉 你就是遠離凡夫地嘛 遠離凡夫地嘛 遠離凡夫地它就是過凡夫地啊 所以它是共通的 相通 所以理上事實上是通的 沒有差別 大家是先了解到 所以讓這邊解釋說 遠離凡夫地嘛 所以叫遠轉離嘛 對 那法上解釋說捨離地前的凡夫位嘛 因為就是捨離地前的話 所以才叫入聖位啊 那因為登義是入聖位 所以叫捨離凡夫位嘛 這個好像 反正你聖兒講 然後倒回去講算是通的 好 那 那什麼叫靜智轉離 靜智轉離 經文的話我們看經文 靜智慧地 生番血腥 因為已經越來越接近那個佛治地的 所以叫到出世嘛 對 出世聖治地嘛 因為登地的話就已經 進入了聖位 所以呈現出來就是說 聖智慧 聖智慧地 出世間的一個智慧地 所以叫 也叫靜智慧地 的部分 靜智慧地 所以這個叫給它名字叫做 靜智轉離 那斷轉離的話 什麼叫斷轉離 因為不再跟二道打交道嘛 不再跟六道打交道 所以叫斷轉離 斷一切惡 斷一切惡 所以叫做 離分別煩惱 二去越國嘛 因為不再做這樣的一個 種下這樣的一個 六道的這個煩惱因嘛 當然也不會有 或是說二道的這個種子 當然也就沒有那個二去的國 對對是 所以後面為什麼會講到說 離那個部位啊 都二道部位 因為這個是一個相關的 那從這邊是比較偏重在一個 斷 斷了這個煩惱 對 那一個種子都已經斷了 當然就沒有 這個二道這些過 所以叫 離分別煩惱 二去越國嘛 對 所以叫斷一切惡道 生翻喜心 所以叫斷轉離 然後什麼叫一子轉離 經文是講 以一切眾生做一子 對 就是說登地的菩薩 他為一切眾生的導師 對 所以為一切眾生的一子 所以生翻喜心 對 那探險解釋是 勘以眾生做一子嘛 對 是啊 可以 當我們的一個領對一樣 做我們的一子 所在 這就是所謂的一子轉離 一子轉離的部分 好 那近見轉離 因為近見一切諸佛嘛 對對 因為離佛越來越近啊 必定見佛嘛 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近見轉離了 自戀形成去佛不遠嘛 近就是說離佛越來越近了 不遠了 所以叫近見轉離 從這一點 去佛不遙 不遙 就是不遠的意思 所以叫近見 所以叫近見一切諸佛嘛 所以叫 從這一畫面來看就叫 近見轉離 近見轉離 那什麼叫 生轉離 生轉離 事實上指的是 往生必 一定是生到佛國境界嘛 所以叫生諸佛境界嘛 所以叫生轉離 對 所以 也就是說 得生諸佛受用土嘛 受用土中嘛 對 到佛國土啦 佛國土的這個部分 所以叫生轉離 所以叫生轉離 就是往生的時候 到佛國土去了 是 所以剛不講那個部位說說 死必見諸佛嘛 對 諸佛菩薩 那平等轉離呢 平等轉離是 經文事實上講 入一切菩薩術 生翻洗心 也就是個 跟諸佛 諸佛一樣 都是已經贈得真乳嘛 那就是入 入其筆術 等於是 用我們的白話來講的話 就是加入諸佛薩的行列 已經加入 同正真乳菩薩的行列裡面了 就是所謂的 以諸菩薩同正真乳嘛 就是所謂的入菩薩術 或叫度菩薩術 術就是進入他們的行列裡面 就入菩薩 菩薩術的一個部分 這叫做平等 平等轉離 因為同正真乳嘛 所以才叫平等 平等的意思 好 那我們可以再看最後一個 後面再來細說了 舍轉離 舍轉離 就舍離種種的部位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那個 離一切恐怖生翻形 就叫舍轉離 所以別的這九個部分剛好就是 對就是 世間菩薩都用轉離轉離 什麼轉離 對就用舍轉離的部分 好 那要 再來的話就是 一一的要做一個比較細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只是做一個比較 簡單的一個說明一下 就是說 就要回到你們剛剛那個 應該一開始的地方了 就是獻德翻形 本身的一個十種轉離 剛剛我們是把經文 然後配合法杖 簡單的先解釋 就是我們一開始不是講到 第一個條目講的 我轉離一切世間生翻形 這個叫左 離世間的六層境部分 同學應該對得起來 解釋這一部分已經有解釋過了 就是比較屬於剛剛我們提到 因為 就是不在貪婪世間 所以叫轉離世間一切 這應該很容易了解 六層境是為凡夫所貪婪的地方 好 那其 接著的話其他的部分 其他九條就是我們剛剛 事實上也是有簡單的談 那我是說 現在的話我們是把它 剛好論跟記的部分再搭了看一下 就是所謂 諸一切諸佛平等中生凡喜 那世間菩薩叫入轉離 也就是點經的這一部分 那至於就 探賢記解釋說 入諸佛所行法中 入諸佛所行法中 那諸佛所行當然是平等一味法 那至於差別的這部分 我們剛剛也稍微解釋 就是說跟前面的有何相有類似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很特別就是說 戀此憲德嘛 生於凡喜 這個是跟前面的那個 那些有點稍微 自相通 但只是有點類類 有一個不 有他的一個強調面不一樣 這邊是戀憲德的部分 那第三條的話 就是遠離凡夫地嘛 這個應該很好瞭解 所以叫遠轉離 這個也很容易對得起來 那靜置轉離的話 對 因為都是世青菩薩的一個 就叫靜置轉離 那只是說到入聖位 所以入出 等於入出世間 到出世間法 法樂 斷一切惡 這叫斷轉離 離分別煩惱惡業 那第六個 以一切眾生做醫子 這個也好瞭解 堪以一切眾生做醫子 好 然後 第七個 禁見一切諸佛 自煉行程嘛 去活不遠 應該也很好瞭解 因為世青菩薩 他只先把那個題目 標題先定出來而已 那法章也順著稍微解釋一下 聖諸佛境界 講的就是生轉離嘛 因為等於是登地的菩薩 他已經可以得到受用土 對 就是諸佛受用土的這個部分 至受用土還有他受用土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一個生 一個他的報 登地菩薩的那個報 得諸佛諸受用土 也就是活果土的意思 第九個是 入一切諸菩薩術 生翻血 好瞭解 與一切菩薩同正真如 第十個是禮一切恐怖 所以叫蛇轉離 就是蛇轉離 當然有叫轉離蛇 不過順的來講應該還是蛇轉離 練起來還是蛇轉離 蛇轉離 因為轉離都放在後面啊 那為什麼變成這個 是不是在排版或文版上有一點小出路 因為我們要對應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放在蛇轉離 好 就是就是想視的 演一切恐怖 對 好 那因為 因為這個就是要跟大家再加以說明一點的 就是說 整個 把這個 練憲得的這個十句 經文的部分 然後世經菩薩把它用什麼轉離 來表現出來 那法上稍微解釋 那後面的話 就會針對這十條 在加以說明的 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像那十條的話 就是要分的話 有直說 把這十條都整個在加以說明 然後對最後一條再重分別 可以了解嗎 對 不然的話你們會接不上去的 對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為什麼要先帶經文的部分 經文的話 這十條整個標示出來 這叫直說 對 然後針對後面一條再加以說明 就叫重分別 因為 因為在以一個 探險記的一個結構上來 他因為順著經文 還有世經菩薩這一部分 剛好把這十條標出來 對 然後後面來說 這十條可以分兩個部分來解釋 第一個部分叫直說 第二個部分叫重分別 那重分別部分 並不是說十條都重分別 只有第一條 只有一條 這樣你們才能夠了解 那這個表格的話要畫 我還在思考 要怎麼畫來呈現會更好 那我們現在不動它 就先維持這種方式 就是知道說 簡單的經文的這個十個條目 然後 世經菩薩用轉離 把它答應出來 先配對出來 然後後面就直說重分別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說 把一一系的這十條 一一 世經菩薩再加一解釋 事實上就回到直說 那十條的部分 這個是我加進去的 就是文中的話這十條 我們知道說先談這一部分 所以剛好有十個 對 那這十條都講完之後 會叫一個重分別 對 重分別的一個部分 這樣你們就知道了 經文的十個句整個都列出來 然後標上那個什麼轉離之外之後 再針對經文這十句再去解釋 這個就叫第一部分直說 那針對最後一條的部分 叫做重分別 那最後一條 因為它只有那個五種部 部位的那一塊 所以是部 重分別這個部 部中有十 部中的內容 就是這個意思 好 大家應該是這樣了解的 所以你們要是只看科判圖 你們會走迷宮 所以一定要先看經文的部分 先把它抓出來 這樣比較不會走掉 這個意思只是說先這個意思 好 對 那有關於這一部分的話就是 所以為什麼要加這個標示出來直說的部分 這樣大家就知道 不然的話突然你讀讀讀 怎麼跑出一個重分別 因為這邊顯然這邊就是省類了 因為齒文嘛 這十句有 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個是直接去說明這十句 一個是針對那個部位的部分 再加以說明 大家就可以了解 那要加上這個 等於就讀下就更順了 就知道說 就是針對這十句來做一個說明 經文是有這個部分 的這種情形就是說 世青菩薩他講的 入轉禮的話 很重要的顯示不相識過 什麼叫不相識 顯示不相識過 很簡單啊 就是跟世間法不一樣 轉禮嘛 對啊轉禮嘛 轉禮世間一切境界嘛 當然跟你世間法不相識啊 就這麼簡單 轉禮實際上就是 不相識的意思 對 好 剛剛我們念了什麼什麼轉禮 實際上叫做 什麼什麼不相識 跟世間法不相識嘛 對不對 等等等等 這邊部位來看 是啊 所以可以知道說 是啊 所以法章有解釋啊 他說 顯所行是不相識嘛 那菩薩所行是跟什麼不相識呢 當然跟我們世間不相識啊 對對 所以此以 為什麼菩薩所行跟世間不相識 因為菩薩是秉持佛法在做事 以佛法為其所行 所以不相識於眾生所行 因為眾生是起六成禁界為所行 那當然不相識啊 那當然不相識啊 鄧麗的菩薩所作所為 同樣在我們這個三界紅塵裡面 事實上 他是秉持佛法來做事 所以 不相識嘛 對 所以他才叫聖人嘛 入聖位啊 對不對 那我們呢 我們跟世間相識嘛 對 所以我們才是凡夫嘛 這很公平啊 對啦 因為我們被離諸法延期的道理 當然我們所行都是六成嘛 六道的東西啊 那當然是凡夫啊 那菩薩的話 所行所為都是 都是合乎諸法實相嘛 就是佛法的這個道理嘛 法的如是 因緣果報的道理嘛 當然所行 對呀 所以結果就往這邊走啦 就是不相識於凡夫嘛 所以才叫入聖位嘛 對 所以轉禮的意思是然就是不相識啊 把世間轉過去啦 轉成出世間 把煩惱生死轉成菩提內盤啊 所以叫跟生死煩惱不相識嘛 簡單講就是這個意思而已啊 對呀 那其他的話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 就是說 像你可以知道說還蠻有意思的 轉禮算就是不相識的意思 那我們跟六道相識 我們就是凡夫 跟六道不相識就是入聖位 這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那最後的話 其實有一個地方 要跟大家稍微再補充一點說明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講 那種煉當德的時候 在二十二月的地方 那個煉當德的部分 當德 我們的文本裡面二十二月 剛剛不是有經文講到說 煉諸菩薩摩荷薩故嘛 生凡喜心 對 那 對這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是煉佛菩薩嘛 那我們剛剛講到 當然以前的人解釋嘛 那法杖這邊的解釋 就經解的話是 煉佛成道有菩薩見數 等於說佛成道的時候有菩薩見數 我亦當有 剛剛我的解釋勉強可以過 不過可能還是改成這個解釋會比較好 對就是佛成道的時候有五量五邊的菩薩見數 那將來我成道的時候呢 同樣跟佛一樣有五量五邊的菩薩見數 跟大家再補充說明看 當然要是說從我們比較在行菩薩 當然我剛剛的解釋可以 當然還是比較不是那麼好 比較不順 所以還是用這個 所以我們不要把它逗開來 煉佛成道有菩薩見數 所以我成佛的時候也一樣如此 我當有菩薩見數 好 對 好 先講到這裡 那其他的話我們 就是這個是一個補充的部分 那下次的話我們就是剛剛講的那一部分 就是在一個轉移的部分 大家先掌握到所謂的一個轉移 就是轉移世間法 也就是說 鄧麗的菩薩所行所為 不是用世間原來的那個模式在運轉的 是秉持佛法的智慧 也就是觀因言如實法的這個道理來做事 所以才能夠入聖位 所以叫做轉移世間一切 所以與世間法不相似 也就不是凡夫的意思啦 簡單來講 對 所以他能夠入聖 就是能夠轉移 那能夠轉移的意思就是不相似 以世間法不相似的這個部分 那大家只要先掌握這樣一個道理 實際上就知道說 所謂的轉移 實際上就是不相似的意思 世間法的一個不相似 等等等等 那就邁向佛道成佛之道的一個情形 所以能夠入聖位也不是無言無辜 因為與世間法不相似 與焚夫法不相似 對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世間菩薩也是很有智慧 他用什麼轉移什麼轉移什麼 畢竟聖者還是聖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謝謝同學 作詞 Sow 日快決啥 childcare激 好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